末日前一秒都在跑外卖 而因为跟妹妹的一通电话 我被卡车给撞了 这是直接要凉了吗 可是好不容易凑够的手术粉 妹妹黑血病还在等着的芯片 还有酒泉下的爸妈 更何况我这童子身 突然一阵淡淡的幽香 让她一丝丝的慢慢清醒 对得一声 全身是血 我正在她身边 不过她好像醒了 谢谢你 我叫刘峰 不过我还要打电话给我妹妹 这时刘峰发现自己的手机显示着一个奇怪的画面 居然说她还有三分钟死亡 并且建议她直接去吸收旁边的电源恢复生命 望着迅速减少的生命值 再回想刚才脑海的声音 想着死马当活马医吧 反正碰一下也不会死 玄吉还在催促救护车的美女转头说道 救护车 人呢 此时刘峰早已推着小电驴奔出老远 老子可没钱付给这救护车 不过玄吉一想 自己刚才是什么情况 居然吸收了车的电能恢复了伤口 难道我便一闪电侠了 不对 应该是电能转化积分 是一屁屁消费积分让我复原了伤口 算了 既然满血 还是先去医院看看妹妹要紧 随即电话响起 居然是女朋友来的分手电话 嫌弃她借几百万给妹妹治病 连个驴包都不给买 刘峰说她有系统 女友却说已有新朋友 随后直接挂断 玄吉电话再次响起 这次是妹妹打来的 她说医院来了许多奇怪的人 还到处咬人 可是电车已经坏了的刘峰在交警 也不能直接跑去那么远的医院了 玄吉系统居然提示她要不要修车 还说积分不足 可以去500米处的能源转化积分 而此时的刘峰前女友 正在求助一位地中海大叔 给她满芯片 而这芯片居然还拥有着透视效果 这时的刘峰小电驴已经改装完成 不仅外形炫酷了 就连速度都提升了30% 似乎还知道她要改时间 专门给优化了速度 似我所思 想我所想的改造能力吗 还真是不得了 此时来到医院的刘峰 被眼前景象惊待了 这哪里还有着医院的模样 想着这是被袭击了吗 可走进后的走廊不仅黑漆漆的 还全是心红血迹 终于碰到了个老熟人 此人是爱狗人士 而且还经常订刘峰的单子送狗粮 似是认出了刘峰的 他居然爬了起来问刘峰狗在哪 这面目猙獰的 直接吓了刘峰一个大跳弹开 发现面前一黑 抬眼一看 居然是妹妹的主治医生 这下真是太巧了 李医生你看这人好奇 话还没说完 刘峰发现李医生的舌头 居然掉到了自己的胳膊上 随后就是低头一阵嘶吼 吓得刘峰赶忙又是后腿 幸好身后就是一道铁门 此时冲入的刘峰拼命抵着门 可刚才的嘶吼已经引来更多的丧尸 此时刘峰发现自己身处的正好是监控室 而监控上的女孩正是自己的妹妹 身处地下二层 处于变异阶段 末世的密室 身后的丧尸 而身前只有一个扫把头 和外卖箱 这是一个叫大炸弹的丧尸 率先被推了进来 好在的是 由于重心不稳 他摔倒了 而刘峰的武器也 即将要完成 就在前一秒 他收到了一个提示 密室狗活两天 存活几率95% 但两天后 饿死 深入地下研究所 二层救出开始变异的妹妹 存活率5% 成功 存活 奖励1000积分 并且还附带了地图 可是刘峰一想着 外面这成群结队的丧尸 不出去都快死了 你还给我规划条 穿梭在丧尸群的路线 这不是逼着我去找屎吗 就在这时 刘峰的武器做好了 一刀直中丧尸没心 这名叫炸弹的丧尸 居然直接原地爆炸了 此刀名为 地级火焰长刀 花费积分100 由拖把 小刀 电车由组成 依靠高温可轻松 切开生物肉体 防具 外卖箱子 介绍 由外卖箱改装成的 坚固塑料防具 可抵挡丧尸牙齿 刘峰一看 这么牛X的属性 直接大吼一声 还有谁 哪个丧尸挡握我灭谁 刘峰一看 这群小卡拉米智商也不高 居然自己给自己玩卡住了 那可就怨不得我来化身人 偷狗小旋风了 可即便如此 刘峰还是砍了十分钟才砍完 直接真的累成了狗 随即按地图所指示 来到了密道口 这哪里是秘密案道 这分明是生化武器培养你呢 可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就没要紧 一个大刺溜 刘峰顺着密道 台甲装备刺烂了一地 就刺溜了下来 可就在这时 他却发现了几名鹤枪实弹的卫兵 正在带走妹妹 一群鹤枪实弹的人 只为抓一个JK少女 这也是他们末世后 第一次见到变异中 没想到这么温和 可越是这样的平静 越是让这位大炸弹队长赶到不安 旋即下令 立即联系总部接应 注意警戒 心童 才缓过境的刘峰刚挣扎追处 突兀的一只大手直接抓住了他 眼泛红光 还捂住了他的口笔 谨慎的炸弹队长立即叫停 让两名先锋开路查看 正因为那声的心痛 便一种暴走了 秒阵开铁链 一记手刀就结果了一名卫兵 一旁队长惊恐大喊 强森 旁边一名劫后余声的卫兵 吓得直接贪软 而前面探路的两人文声 也立马转头开了火 子弹射击中的只是残影 一种的强大是他们完全没想到的 之前明明温顺的人畜无害 但这弹跳和开窗的速度 他们根本没有看清 刚才的枪声伴随着一声嘶吼 附近的丧尸都被吸引了过来 滚开 快跑 此时阴暗处 刘峰和那名胡子汉 望着瞬间淹没的卫兵小队 却也只能看着 这人是保安 老张 与刘峰兄妹关系一直很好 他告诉刘峰这些人 最初变异就是因为那种治疗芯片 你妹情况特殊 我待他下到地下二层 就被这群人劫走了 这时刚才卫兵失变后 已经嗅着他们的气味朝着走来 老张快走 我会为你挡门 从后门走 找你妹妹 活下去 尽管他嘴上说 但心中却早已知道 事变的结果是必然的了 此时望着刘峰跑开的背影 老张眼中只剩欣慰和决然 臭小子平日里 为了能看妹妹 没少塞给我外卖 害我没少被领导屁 但此时漠视 也正需要你这种热血青年 B 检测到附近有黑血病血清 发布抉择任务 A从逃生T离开研究室 生存率90 B 前往实验室寻找血青旧妹妹 生存率15% 完成任务为奖励战斗服一套 完成任务B奖励避难所图止 但由于B通道狭窄 宿主战力不足 建议直接放弃 此时刘峰大吼闭嘴 愤怒 悲凉早已冲锋了他的头脑 可别小看狼子 我选B 现在给我滚开 当我救妹者 都给我死 不好 此时刘峰武器耐久上线 直接损毁 好在他已经来到了实验室 可下一秒迎接他的 却是变异妹妹的力找 刘峰没有攻击 却是给他来了的爱的抱抱 精彩还能否继续 我们下期见 末世第一天兄妹就被困密室 而留给他的只有托把 外卖箱和成群的丧尸 妹妹即将变异 而系统在这时偏偏还出现了斑 不过现实给了他伤口一把盐 却也给了他一扇窗 他们所处的地方正是实验室 而这高台上赫然还剩下一管血清 望着又一次陷入癫狂扑来的妹妹 刘峰想着 死马当活马医了 哥 这时注入血清后的妹妹 再次清醒了过来 但随后的一串系统警告 让他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避避 警报警报 拯救妹妹任务完成 便意暂时中断 奖励积分1000 避难所图纸一张 十分钟后研究所自毁爆炸 抉择任务 一放弃妹妹 从刚才密到逃回 生存率100 二 抵达杂物间利用图纸改造成避难所 来抵挡爆炸 生存率40% 特别注意 此地不是最佳避难所基地 随意展开将影响你的声望评分 去他的不适合 刘峰爆昧狂冲 望着通往杂物间的地图 刘峰喝道 改造杂物间真能抵挡爆炸 狗系统你可别坑我 可就在这时 门口被突兀出现的一个身影挡住了 是刚才抓捕星童的士兵 你受伤了 实验室就要爆炸了 先停战 一起逃出去吧 BB 警告 附近出现突变形丧尸进化信号 请立即撤离 此地很危险 有一只突变形丧尸 有什么事等一起安全了再说 不过女士 你就是这么感谢也不用舔 舔 舔 舔我吧 哎呀呀呀呀 妈呀 突变形竟然就在我身边 对不起 我就只看了一眼 这下 完了呀 这时童童直接一记手刀挥开突变体 不准泡 哥哥 不好 没时间了 刘峰趁着见细 赶忙一把抱起妹妹再次向杂物间冲去 二十 十三 九 八 六 此时冲进杂物间的刘峰背抵着门 可现实却不容他多想 管不了那么多了 屁股 这个男人身处研究所 身后是丧尸 耳边还传来研究所的倒计时 即将爆炸 千军一发 他按出了千鸟杀 系统兑换成功 避难所即将开启 然而开启却在最后一秒 研究所 爆炸了 医院外的丧尸都被吸引 注视着这一切 此时的研究所地下二层 呼 终于 活下来了 此时刘峰望着眼前的一切 这难道 就是末世避难所 恭喜宿主 避难所等级一展开 杂物间改造避难所 成功扛过爆炸 漠视避难所开启 请通过升级不断扩大 刘峰盯着手机看得一阵无语 一脸嫌弃 就这 怎么感觉有点小货 连手机信号都不稳定 而妹妹经受了冲击 再次陷入昏厥 花费50积分 修复电脑 BB 电脑改造完成 以连接网络 信号得到优化 对了系统 我妹妹情况怎么样了 有了血清 是不是外面的丧失都有救 BB 这种药剂只针对黑血病 和心天混合感染者的 变异种有抑制作用 只有将避难所升到五级 建立疫苗研究中心 才可彻底治愈 目前需将全部图纸建成 才可升级二级避难所 宿主目前二级 技能 改造 天赋无 目前状态通风管损坏 建议直接更换新的 否则马上缺氧 不过系统建议你直接自杀 我好去寻找更精英的人类 此时的刘峰看着商城研究者 这商城东西太贵了 我怎么觉得是在坑我呀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系统里一定还有不少陷阱 我要兑换合成金属钉 三是积分改造修复通风管道 通风管道修复成功 个人声望加二 流风直呼 太棒了 果然和我猜的没错 这样我在现实中寻找同样物品 来完成系统任务 省下积分兑换图纸 五级避难所指日可待 厕纸改造完成 顺滑度加一 润滑油改造成功 油润度加一 BB 系统提示 您妹妹部分智力记忆正在丧失 但仍然记得你这个哥哥 没关系 只要能活下来总有办法治愈 好吵 此时心童被流风捏瓶子声吵醒 哥 变态 心 心 心童 你听哥哥解释 不是你想的那样 而此时医院避难所上空 之前联系的死神小队 后续支援已经到了 李队 副队他们信号显示 就在这所医院消失 但目标信号仍在此处 面对再次到来的死神小队 只有一个改造能力的流风 还能从容应对 守护妹妹吗 男子漠视狗活一天 触发抽奖系统 但他却不按套路来 人家都是主角跟着系统走 他却要想着翻身浓奴 让着系统跟我走 他不仅不从系统购买商品 还是想着问系统 能不能卖点任务物品给系统 结果还真触发了抉择任务 依旧是直接系统购买发电式图纸 奖励100积分 但存活率100% 二是自行前往16楼寻找能源核心 但存活率只有10% 但额外奖励900积分 声望加10 经验1000 听着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日后自己避难所扩招 还能当所长的想法 他果断决定选择第二者 但是抽奖还是要抽的 毕竟是系统白给 恭喜宿主获得疫苗 可加强对植入病毒抗性 对于感染者无效 5级避难所可生产 否则只能通过花大量积分商城购买 刘峰一看 这是好东西 小命要紧 直接使用 此时刘峰探出了的脑袋 这次目标是医院16楼科研部能源中心 话说这医院不仅有科研部 还有地下研究所 一定不简单 而原本这次并不打算带着心痛 虽然他不怕丧失 但是他却说一个人害怕 那我们就兄妹俩一起面对现实 此时第一次来到末世后 地面的兄妹二人 话说这就是末世吗 心痛我们走 末世的到来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不管怎样我都会保护身旁的亲人 无论是谁 都不能阻止我 老张 这时刘峰惊讶了 居然还能在这里再次遇到 便以后自己走到地面了吗 张叔 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我不会让毒液再继续轻视你 那么就让我替你解脱吧 末世进化流大家都已熟悉 那么你可曾听说过末世剑胜流 若说起这把刀 不得不提及今天早上 末日爆发第二天 刘峰被困密是已经两天 杂物间只搜出一箱方便面 三瓶水两个罐头 吃的能顶一周 但水却不够了 于是准备外出收集食物的他 就必须要用现有的材料 做出把像样的武器 原本准备隔天出发 但是今天的水 却就快被妹妹喝完了 这时刚要阻止妹妹的刘峰 居然发现自己面前出现了控制面板 这居然是吊炸天天赋系统 再看看这么全面的属性 心想着 我这是妥妥的在末世要爆炸呀 秉承着贪多嚼不烂 枪械方面没子弹的原则 刘峰选择了首先力量的加点 再改造出一把刀 点出力量天赋的功夫大师和超人 伴随着系统声 功夫大师芯片已加载 刘峰想进去 而此时楼内两人 却拼了命的也要向外逃窜 两人拼命奔逃 小伙没有漠视的恐惧 反而还在为笑花小丽的告白而沾沾自行 可下一秒 她就被角落冲出的丧尸给咬了 小丽毅然的选择了放手 她实在是太恐惧了 恐惧到根本没发现自己身后的三只丧尸 而这一切都被角落的一人看入眼底 但始作俑者却是这名油腻腻的中年胖子 他们需要人为其探路 而接下来便轮到这位蓝衣服少年 这时她姐姐站出来反驳 院长秘书也说自己熟悉这栋大楼 另一条路丧尸更多 更是九死一生 可轮到中年人询问要不你去时 他们都沉默了 被迫与恐惧探路的少年却将丧尸引了过来 可面对断肢行动缓慢的丧尸 众人依然没有勇气出来反抗 就在少年被丧尸扑倒 张开的口中直接被一把刀贯穿 少年你没事吧 女子被吓得瑟瑟花抖 神啊 是你听见我的声音了吗 派了这样的一位勇士来拯救我 刘峰根本未曾理会他 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并不在此 指口中难难 五只骂 我可以的 相信自己 那熟练的刀法让女子直惊呼 这还是人吗 潇洒而飘逸的仿佛就像是个丧尸堆中的舞蹈家 这凛冽的杀气让人冷汗直冒 小王在刚才就被吓得跑开了 还喊着李总快跑 可回头一看居然没有一个人跟上来 这时楼道突然起了雾气 还有一人在朝他走来 看清来人的小王不仅松了口气 还露出了一脸猪哥的表情 可就在他要开口搭讪之时 女子身上一道道触手却伸向了他 此时这边危机解除后 一个卷发大妈直接冲向了刘峰 居然这时还想着给小伙介绍对象 可刘峰的目的只有16楼的能源核心 此时油腻胖子还在一旁不停地扒扒 而面对刚才还让别人去给他送死 现在又在这指手画脚 刘峰直接给了他一拳 此时一只手出现在了胖子的头顶 还喊了声李总 胖子侧眼一看 小王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教训他 但小王却突然直接一口咬了下来 这女孩徒手就能给丧尸的舌头卷起来 这是什么技术活 这时末世剑胜刚要装X 起开让我来 还没剃出来就被长蛇男的舌头弹了回来 这力道 震的手臂发麻呀 看来这舌头 话还没说完的刘峰 直接警觉的就向旁边挥了一刀 突然的猙獰嘴脸下了刘峰一个大条 接着又是一个上撩 可没想到的是这么猙獰的嘴脸 居然是个女丧尸 突然又伸过来的星红舌头 妈呀 居然又是指突变形 正在他惊讶捅了个舌头丧尸窝了吗 一对死神小队的队员赶了过来 一顿扫射 枪枪抱头 刘峰望着只剩了个眼睛的舌头男 居然还没死 哇靠 你的本体难道是眼睛吗 而此次死神小队的目标并不是丧尸 他们来抓的是刘峰的妹妹 此时两个长舌头还没死 两舌头直接击穿两名死神小队队员 刘峰趁此机会拉上妹妹和一旁的沙拉岛 走 带路 我们上十六楼 此时死神小队长还想阻拦 可两个丧尸却正好又牵制住了他 此时奔跑中沙拉问道 你为何如此不信任死神小队 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在抓我妹妹 我也不敢相信他们 没事我们相信你 对 我们只相信你 我叫赵家 多谢你救了我弟 多谢你们的信任 此时刘峰心想 他们好像都是好人 要不要让他们也加入我的避难所 可突然看见他背上弟弟赵华的手 是那时候被咬的吗 这下麻烦了 我该怎么跟赵家说呢 这时四周突然飘起了白雾 一阵系统阴传来 检测到突变形丧尸 危险程度高级 建议宿主直接逃跑 抱头都不死的丧尸怎么打 此时刘峰一把拉过旁边的沙拉岛 小心 快到我妹妹那边去 愤怒的刘峰直接抽出背后的长刀 直接逃走吗 我的字典里可没有抛弃朋友 此时丧尸长舌虽被斩断 却还在咿呀呀的叫着 这时刘峰身旁的房门处 两只丧尸听见了动静 也直接活跃地弹出了个脑袋 刘峰一刀贯穿了一只丧尸的脑袋 丧尸不但没有死亡 还抓住了她的刀柄 抱头都不死 这太不正常了 莫非这又是两只变异形 对着身边人喊道 快走 这时的沙拉没走 还跑向了心童 别 别过来 心童别怕姐姐保护你 此时沙拉望着心童呆滞的眼神 还以为她是被吓傻了 她又怎么能逃跑 此时的她紧紧抱着心童道 至少这次 我要守护她 原本绝望闭上双眼的 她被一阵枪声的扫射惊醒 哼 别忘了可还有我哟 李星 沙拉也没想到 刚才还对自己几人置之不理 居然会是她 没死 果然是突变形 快走 后面楼下的丧尸也追上来了 你的人呢 全部牺牲了 我依靠战术隐身斗篷才逃了出来 你有办法对付这些突变形吗 此时的刘峰突然想到 系统明明说十万之里 才会出现一只突变形丧尸 可是光这里就出现了五只 未免太不对劲了 突然四十想到什么 可身后突然轰隆一声 赵华直接被一只丧尸扑倒 赵家就要冲过举酒 被刘峰拉住了 别去 你弟弟刚才就已经被咬了 没救的 可如果被咬的是你妹妹 你会怎么办 这时刘峰的思绪一顿 赵家竟然已经挣脱了 她的手冲了出去 放开我弟弟 刘峰望着眼前 同样被咬的赵家 第一次痛恨自己的无力 这时李星叫道 别伤感了 快想办法先救其他人 这时刘峰拔出长刀高举 我有办法了 如果没猜错 幕后黑手就是她 这只丧尸和深海安康云一样 依靠触手控制其他丧尸 只要触手不断 基本不会死 这也是我们误以为 见到如此多突变形的原因 此时突变形仿佛有智慧 朝着星铜和沙拉冲了过去 该死 可下一秒 星铜的表现直接惊呆众人 这个罗莉太猛了 一拳轰飞一只丧尸 随后刘峰一刀结束收尾 恭喜首次击杀突变形丧尸 奖励系统积分一百 终于杀死了 多谢你的帮忙 这时李星却突然拔出了枪指向两人 你妹妹这个力道就不是一般人 想必她就是变一种吧 虽然我们合作过 但是抱歉 我接到的命令就是带走你妹妹 不要妄想动手 我完全可以在你动手前杀了你 不 李星 我想说的是 你只错人了 哎呀 我这眼神不好的毛病又犯了 刘峰瞅准机会 功夫大师芯片启动 在弯腰躲过李星一腿的同时 刘峰顺势翻转扣住了她的脖子道 为什么要抓我妹妹 却突然因为一个重心不稳 此招名为 沉默风招 我不做解说 心同见状红着眼抓起了李星 这时莎拉喊道 我是院长秘书 我可能知道原因 你们跟我来吧 此时16楼的院长是 院长一人端坐在此 但也未能幸免于一边 此时莎拉飞速地敲击这键盘 就如同此刻的毒虫树影一样 找到了 这是一项代号为神子计划的 以病毒注入黑血病患者体内制造变异者 参加实验的几百人都已经死亡 今天刚好轮到你妹妹实验 这项目实验的存活率不足0.1% 我想你妹妹变异成了特殊变异者 才会被郑天雄盯上的吧 此时李星垂着桌面道 可恶 她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发起者 变异者吗 此时刘峰瞥了一眼妹妹 然而就在十分钟前 心同居然取出了那名 被杀的突变丧尸的变异后的心底 然后直接吃掉了 她这样的行为 真的还算是人类吗 此时刘峰摇晃了下脑袋 算了不想了 系统 能源核心在哪 此时幸好莎拉知道院长保险箱的密码 在其帮助下位造成任何响声的顺利拿到了能源核心 并且任务完成 奖励系统积分900 此时在莎拉好奇宝宝模样的询问下 刘峰决定要将能源核心和避难所的事情告诉他们 并且准备拉拢这两人一起入伙 莎拉没处可去 面对这样的漠视当然是直接就同意了下来 但是令刘峰没想到的是 知道被上级欺骗的李欣居然还是选择了拒绝 可是此刻已经将避难所事情暴露出去的刘峰又该如何抉择 刘峰身处默示却拥有一座避难所 此刻她想拉拢眼前的死神小队队长路过 却被拒绝 此刻刘峰说出我有足够的理由让你加入我们 李欣一笑 好吧 那我就给你五秒的时间 要知道凭我的实力 即使不用避难所也足以存活下去 可这一切都是刘峰情急之下没过大脑边的呀 这时突然想到 对了我有系统啊 消费积分 购买金币 改造身份卡 随即震色道 既然如此 那我也就没必要隐瞒了 其实我就是特派火种计划负责人 不行你可扫描一下哈 李欣嘴上说着不信 可是一扫描之下 居然还真的是S级人员起身份保密 随后又经过刘峰的一番顺肝爬 你身为死神小队长怎么能不以身作责 一根筋的李欣居然还就真的信了 居然还感谢她说别人都不愿意和她做队伦 谢谢你 因为她的队友都活不长 希望她能持久点 这特特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队友克星 为何总有种感觉 避难所未来岌岌可危啊 此时首次成功拉拢两位队员后 刘峰避难所声望加时 并且奖励二百积分 还可以查看避难所人员面板 此刻身为院长秘书的沙拉 又是刘峰的崇拜者 直接带齐找到了科研所16楼的食堂仓库 此时心童直接抱着一罐牛奶喝了起来 看来还是保留了人类的记忆吗 记得先前她最喜欢喝隔壁雪阿姨送来的牛奶 只是不知道她现在还活着吗 此时刘峰让系统调出心童面板时 居然全是未知 又反观了下自己 不仅升了二级 貌似也变强了不少 随即又兑换了抽水式图纸 食堂和休息室 但系统却说我们的食堂不生产食物 只是制作食物的搬运工 刘峰想着 果然又是个大坑 看来食物只能靠收集了 这时沙拉跑了过来道 你要的钢筋塑料不我找到 而且还不少 所以我懂你的意思 是要做塑料大坑对吧 此时李星也拎了一个背包 走了过来道 不错 还算有点头脑 刚刚我就听到了你要找这些材料 所以我提前找到了些种子 刚好配合你的大坑种植 看来你还是有些实力的 此时刘峰正色道 不愧是我的队友 只有这样才有资格进入我的避难所 行了那就去看看吧 随后带几人走后 刘峰满脸泪流 我特哪会种什么大坑啊 我只是想给星铜坐张床而已啊 果然是B以上的智力 他们都是怎么挠不出来的啊 一个身处漠视的男人拥有着AI智能加工全球所有师谱的石头 还有着24小时全天供应热水的蓄水室 另一边还准备建设温室大棚 可只是这入口吗 着实就有点尴尬 这就是你说的地下城 刘峰满脸尴尬 这不正门给石头堵了 备用入口 快走吧 李星不满道 我这是信了你的鬼 漠视避难所 你这不会是个烟咸菜的地窖吧 爬行半天的几人终于下到了地下避难所内 两人一正 没想到这里面还真别有洞天啊 原本还以为只是个地窖就不错 其实刘峰也没有想到 先前出去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大啊 面积提升一倍不说 还多出了两个门 这时系统影响起 在你外出时 避难所已建成食堂 抽水室以及休息室 由于图纸占地较大 已经自动扩建出额外空间 这时刘峰尴尬道 我这是人工智能管理建设 容我带诸位参观下避难所 这里是休息室有电后全天24小时可提供热水 抽水室也已经建成 马上就可以蓄水 目前我们所缺的就是电弩了 但是阵门区被堵住了 此时李星一笑 交给我吧 不 一声 炸开后的流风来到了电力室 直接手触及发电机后 发动改造修复能力 伴随着咔嚓一声 一级避难所所有建筑已经建成 目前避难所可以升至二级 伴随着系统的升级 但是新的问题也来了 能源只能维持四个月 但是好处是解锁出了四张新图纸 传送室 医疗室 作战符研究所和枪械研究所 说起墨市里的食物还不是最奢侈的 天天能洗的热水澡才是 而更过分的是我们男主 直接整了个大澡堂子就泡了起来 不光如此 他马上还会有着自己的蔬菜大袍 你要问他真的什么都不缺吗 不 他最缺的还是电脑 他拥有进化级的改造能力 但是没有本源物质的话 也还是改造不出来 这天更奇葩的事情来了 墨市前他是跑外卖的 如今手机平台居然给他来了条语音短信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 请注意查收 9527 万幸我还记得你的编号 我是凯莉 现在能联系上的也只有你 你能来一趟吗 我需要你的帮助 如今已有伙伴的他 决定先找昨天刚收的圆院长秘书 和死神小队长李星 进行商议计划 此时刘峰说道 我们此次带回的生疏够吃四周 65个罐头两袋大米 省着点能吃一个月 这时秘书沙拉做出会报道 水源不需要担忧 所以第一药物是寻找食物 第二便是能源 食物和能源 我们可以去几公里外搜寻 药品反倒不愁 刚在医院收集了不少 那么所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刘峰脸色一黑 果然手下聪明的感觉好爽 什么都规划好了 现在只剩下寻找凯莉了 李星道 我建议去找她 还可以从她身上 挖到更多郑天雄的消息 她现在在数公里外的大型商场 我们可以去救她的同时 顺便收集里面的物资 此时带两人说完 系统应响起 宿主出发抉择任务一 寻找物资 存活率92 奖励积分1200 寻找物资 并让凯莉加入避难所 存活率30% 奖励积分5200 刘峰眼神一鸣 我选择2 避难所的夜晚来了 刘峰身处末世 遇到了史上第一大危机 明天还要外出搜寻物资 可躺在目前只有上下铺的避难所 休息室内的她 根本就睡不着啊 算了 只好分散注意力 系统介绍下二级避难所新功能吧 战服制作可生产 枪械制造生亡未达标 医疗是能治疗疾病 只要有资源 每天可自动产出物资 改造技能升级至二级 增加爆炸 麻痹 加速 兼顾五个附魔效果 可这时刘峰突然冷汗直冒 耐力再好 这也架不住会梦游的呀 系统提示 宿主跟人物关系越好 越容易触发特殊事件 这哪能行 刘峰一想这要是第二天 让大家都知道 我这所长还做不做了 所以直接起身 试试二级改造新能力 就拿理心的弹药做实验 为明天的战斗做准备 改造 消费两点积分 子弹附加爆裂效果 此时没有远程攻击手段的 刘峰看着面板 果然这个感知天赋非常棒 系统 给我加一点感知三点功夫大师 属性全加力量 恭喜力量提升至B减 当一条属性提升时 触发特殊加成选项 A攻速加5 B伤害加5 C战力攻击伤害加20 B功夫大师全套 紫色 5的几率随即到紫色 E的几率橙色 红色未知 恭喜宿主选定地 功夫大师芯片升级为功夫大师全套 突然刘峰只感觉手臂疼的 只想一拳挥出 然后他震惊了 这个属性 好强大 并且还附带磁力吸附金属的效果 随后第二天顶着一副黑眼圈的刘峰 便与李星两人出发 目标 营救凯莉 此时的街道各处看似寂静祥和 那是因为正满街游荡的丧尸 并无人发出声响去打破他 这时刘峰停下脚步说道 你的那套战术隐身衣怎么没带 里面有定位芯片 怕被跟踪 扔在避难所屏蔽信号去了 此时刘峰心道 我现在除了火焰刀 还有爆裂飞镖和磁力手套作为杀手锏 磁力手套能控制40千克左右金属 看来还得吸点能源增加积分了 我们两分钟后出发 李星发现刘峰居然还在发呆 没听见自己的话 直接靠了过来道 呦 我们队长这眼光下雨 看来还很年轻啊 还是说 你对丝袜有了什么奇怪的想法 刘峰摇头 别开玩笑了 我有快速抵达的方法 随后指了指前面的一辆车道 我们可以撬开那辆车来赶路 此时李星焦急喊道 破窗会发出响声 刘峰你疯了 此时刘峰手掌一张 别急 或许我有办法 在漠视中还有这样的骚操作 你绝对没见过 刘峰伸手一招 金属制的遥控钥匙到手 行啊 旁边的李星惊讶道 没想到你还有这手段 上车后的两人 直接在不满丧尸的街道上 无呼起飞 身为前死神小队长的李星 驾驶着越野车 直接飞速前进 刘峰直接脸撞玻璃变得扭曲 能开稳点吗 话说李星 自从你加入避难所后 似乎变得开朗了许多 李星微微一笑 那队长为了我的快乐 可要活久一点哦 此时悠闲转头望着窗外的刘峰 居然发现 一只丧尸在朝着他招手 还露出了满口獠牙 刘峰忽然一惊 这时刘峰他们准备营救的凯莉 正蹲在一处角落无助的看着 口中喃喃 难道 要完了吗 正值千军一发致敬 一群人闯了进来 小姐你没事吧 先离开此地再说 把他们损在里面 快找东西 堵住门口 这时安全后的几人介绍道 我是遍警监首领 罗伊 左边是保安大强和小孙 右边是离丝 我们都是躲在超市中的幸存者 多谢你们救我 当时丧尸爆发时 车子突然没电来到此处 我见到周围有障碍物 且丧失携手 入口也都有封锁 就猜到这里有人 总算是被我等到 随后来到聚集地内 凯莉观察到这里人员 有老人运阻 警察还有一把枪 顿时判定这是一个善良的团队 可这是那名女子 却拉过罗伊道 这个女人是谁 男子眼尖 一眼便认出 她是福布斯前十的富豪总裁 萧依依却是极度道 哼 狐狸精 这时却又有几人不善地走开 呦 这是找到新食物了吗 咦 还有新人 这时张三从背包取出一盒罐头 居然想和凯莉做笔交易 可随即换来的却是一逼斗 张三当想发火 一把枪却顶过来 把食物放下 想要吃的就跟我去杀丧尸 张三只好阴沉着脸离开 这时商场的不远处 他们另一队外出搜食物的队员 却遇到了突变丧尸 不仅行动迅速 攻击也极强 而这小伙在千军一发之际想到的 居然是算命老先生 这个小伙叫欧比 他被丧尸追的命悬一线时 居然还在想曾经算命先生 给他说的一句话 当你遭遇大难时 会有一位红衣贵人整整 欧比看完一惊 你管这叫贵人 这特特的是只红衣丧尸吧 这是一个小伙大喊 欧比低头 可一击之后 欧比再抬头一看 丧尸不仅毫发无伤 就连舌头都快舔到自己脸了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时 一红衣少年 手握四米长刀 一刀两半 就幸刘峰登场 只见此人长发俊艳 红衣飘飘 欧比一眼就认出 红衣贵人 直接一把就抱住其大腿跟 贵人不要走 此时又一净化后 刀手女丧尸跑来 刘峰反手一爆裂飞镖 首次运用的刘峰 感叹到效果正好 一击毙命 我末日见圣刘这把 也能完不远程了 此时居然还有净化丧尸 一手刀斩翻小绿 随后居然直接照着 牢里的脸伸出 如触手般的东西 刀直接冲了上来 可是一击之后 他就猛了 他的改造刀一击 就被丧尸进化出来的 手刀砍断了 大呼 李星 来了 李星冲来一通扫射之后 又接一脚 刘峰也顺势劈出一击 剑又断一截 随后他直接张手一吸 大鹤 剑来 毕竟刚进化的丧尸智商 还是不行 断剑直接在刘峰的操纵下 从背后贯穿了丧尸的脑 望着远处枪声吸引而来的 更多失去 又看看了远处的修车店 和自己的断刀 刘峰大喝 这些丧尸进化的太厉害了 大家跟我一起 快去前面的修车店 进门后的刘峰 直接关上大门 随后道 大家不要休息 先从二楼开始检查 这里有没有丧尸 幸运的是 只打倒一只丧尸后楼里 便被清除干净 几人打算暂时在这里过夜 而刘峰的武器也需要重做 几人夜晚点起了一盏蓄电灯 可反观楼下 他们却已经被丧尸包围了 而反观刘峰却一点不慌 说着没事 等一下我造把武器 若明天丧尸群不散 我就带你们杀出去 随即还开启了招揽模式 变工兄弟 要不要加入我的避难所 包吃住只要996 欧比达到 这是我还得跟我朋友商量商量 呦 肚子饿了不是 欧比兄 我这有食物和水药 只要你答应加入避难所 我们立马帮你朋友包杂 并保证以后吃喝不愁 我就是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喂丧尸 也绝对不吃你们一点东西 爱马 真香 真不知道我这个末日单身狗 还能活到什么时候 这是刘峰正色道 没事 所长我跟你一样 玄机里心听后凑了过来 放心吧 我们大家一定可以跟着队长一起活下来的 一个小时候的一楼 刘峰望着修车厂里剩下的各种各样的材料 这么多工具做点什么好呢 突然灵光闪现 有了 就做那把武器 你可曾见过末日中的马之剑圣 当你一觉醒来 望着楼下却变成了湿山湿海 刘峰想着 我不能慌 就在一个不要命的小子冲破湿海 劫持了我刚认识一晚的队友时 这个大力女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要冲向我的女队员时 刘峰来了 完美地利用了刚才杂物间的一切装备 我马之剑圣闪亮登场 无奈弱者救星 头戴D级喷火码头 手拿C级高性电锯 马之剑圣事也 此女乃末世后组建的地铁一足首领 毕竟人力终究还是敌不过装备 就在女人右手刀托菲尔初时 刘峰直接使用出喷火码头 女子弹跳瞬间也甩出了左手另一把弯道 刘峰直接用出功夫拳套的磁力吸附能力定住弯道 顺势一挥将女人击落 再反手一个寇博 我可是记得你说过 打赢了你就放了我朋友吧 小伙子长相实力都不错 难道是跟凯莉一伙吧 我们待会可就要去超市抓她 郑天雄可是开出了巨量物资 悬赏了这个女人 既然这样 抱歉 你可能没这个机会了 这时突然连连五声震天的吼叫震的几人 都是头皮发麻 警告 突变型力量丧尸出现 剑义立即离开此地 此时地铁足以成员跑来 大姐头 有东西在袭击我们的车队 此时突变力量丧尸 直接搬着汽车就朝他们所在楼层砸了滚 面对砸上来的汽车 全都乱作一团 刘峰趁着烟雾道 走 趁着现在我们快走 这时地铁是一族才反应过来 不好了大姐头 人质被他们全就跑了怎么办 此女名叫病毒 阴沉着脸道 先躲开这个丧尸 然后进商场抓凯莉 他们是一伙的就总会去商场 到时在一起杀光他们 果然女总裁就算深处漠视也一样很吃香 一系列的安排就是让首领都叹为官职 很快便以她的才能俘获不少人心 但唯有这名暗恋首领的女子在嫉妒她的夺权 还质问她为何要给大家现实 但凯莉却不搭理她直接询问起了阿婆孕妇的情况 面对着凯莉的无视 加上自身的嫉妒 使得萧依依的心底埋下了一颗仇恨的种子 这时阿婆却说孕妇李华的肚子是进入商场 这几天突然就这么打 这时警觉的凯莉一眼就怀疑了李华手臂的伤可能有问题 至于肚子里是不是孩子都是问题 面对还在不依不饶的萧依依 凯莉道 既然是我做的决定 我也会亲自带队去杀丧尸 你呢 听闻后的萧依依依直接憋得说不出话 一旁的首领安慰道 一 这时候你就别人信了 这时凯莉对于自己的怀疑 便让首领安排人去查探下李华的情况 而一旁的萧依依看在眼里却更是生气 可恶 罗哥还是第一次责备我 喂 小姑娘 这时被关起来的几名匪徒道 你也讨厌那个女人吧 我有个办法帮你夺回你的罗哥 我想我们可以合作 而这时房间内的李华肚子却开始蠕动了起来 一旁的阿婆这时也刚好进来送食物 顿时惊呼 丧失啊 而男子还在解释着她没事 这时一只触手却是直接贯穿了她的胸膛 男子满脸难以置信地回头询问道 为什么 这时几人还在讨论李华的问题 此时李华却已经一遍冲了出来 首领果断拔枪射击 可被击中头部的突变丧尸根本没死 此时凯莉果断安排大强小孙两个保安保护物资 离私去前面开路 而他们则先引开丧尸 原本一切井然有序 但却被突如其来的一刀全打乱了 而此时身后的萧依依还在悄悄地靠近 不仅一把抢过了罗伊腰间配枪 还想要杀死凯莉 这时候张三也走了出来 一切答案明了 萧依依对着张三喊道 你还在等什么 直接杀了那个女人 枪给我 随后直接一枪罗伊被爆头 就在这时刘峰正好赶来 一只马还能在墨尸里杀丧尸 男子墨尸号称马之剑圣 不仅一击秒杀突变丧尸 还一拳就下一个美女总裁 随后还绅士地给他披上了外套 这是直接要跨入巅峰的节奏啊 抱歉我的衣服有股汉味 跑过来的吗 并不难闻 相反是一股令人心安的味道 刘峰 多谢你了 张三还想对气开枪 却被刘峰一个磁力将枪吸在了墙上 随后一击秒杀 然而就在这时更危险的力量型突变丧尸追了过来 张三直接被捏爆 如此巨大的丧尸 他们都还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 这时系统影响起 突变力量型丧尸出现 危险程度高 建议直接逃跑 该死 果然追过来了吗 对着凯莉道 你先后退 刚才我们就被这只丧尸一路追到超市门口 或于无奈我才单独引开他 这时力量型丧尸突然发动攻击 前面的萧一和另外一人根本没来得及反应就被洞穿 此时的刘峰重新戴上头套 直接使出一套组合奥运 火之高兴一个回旋 丧尸被切掉的出手仿若探考鱿鱼 一阵阵交胡卫传来 这时刘峰眼疾手快 见到丧尸露出破绽后再次气身靠近 不料被力量丧尸一拳又给轰飞了回去 刘峰此时口角带血 不愧是力量型丧尸 还好我拿武器挡住 不然肋骨可能就要碎了 不过火之高兴终究还是伤到他 这时远处突然一阵阵 呜呼呜呼 嘀嘀嘀的声音传来 力量型丧尸直接被地铁士一族人的改装车给撞飞了出去 病毒叫嚣地说道 哈哈马头仔 没想到是我吧 此时还对着凯莉说道 你的未婚夫郑天雄让我来救你 跟我走吧 什么 是他 此时刘峰心道 若是凯莉走了郑天雄的线索就断了 而且任务也没办法完成 必须要定一个计划 想办法留住他 刘峰此时拉过身旁的凯莉道 你的未婚夫郑天雄根本不是好人 他在蓝鸟医院地下建了一座地下城 秘密研究丧尸病毒 还把我妹妹抓去改造成了不人不鬼怪物 我一定会抓住他 凯莉陷入沉思 如此精明的他怎么会看不出缘由 居然在我旗下的医院做出这种事 难道末世之前 郑天雄就在侵蚀我的资产 而刘峰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末世来救我 就证明他说的大概率是真的 玄机说道 你亲你 我更愿意相信刘峰 除非郑天雄他亲自来找我 病毒此事听完一脸凝沉 这个可恶的刘峰 处处和我作对 怎么就像我的克星一样 这时被车子压在底下的突变丧尸居然动物 不仅没有死 还直接将改装车给举了起来 不愧是力量型的突变丧尸 单手就将车举了起来 病毒件状吼道 刘峰 你又算计我 居然将我引到丧尸这里来 这时力量型丧尸之前断掉的触手 居然又再次开始生长 警告 力量型丧尸持续进化中 危险程度持续提高 刘峰一惊 被我斩断的触手这么快就开始进化出手刀了吗 此时一把拉着凯莉道 走 快跑 一个巨大黑影压镜 旁边小嘎嘎镜的大呼 大姐头后面 刘峰两人也孤独的身后的爆炸 此时掏出手机联系着李星道 你们现在在哪 我们在二楼商场中央清理丧尸 你人吗 我就吓了凯莉 但是被巨型丧尸追上了 你们那边能有什么办法 除非坐在陷阱 此时李星看着巨大的雕像道 有了 可刘峰两人望着这眼前唯一的去路 却犯起了淡 漠视中的两人推开逃生大门 可映入眼帘的唯一一条道路上 挤满了丧尸 刘峰面色深沉 我的极限也就对付过五只 这里起码得有上板了吧 此时的我该怎么办 该放弃吗 不行 我还有妹妹 这时的凯莉劝说道 太多了 我们退吧 正常人或许办不到 但是我刘峰可以 身后就是力量型变异丧尸 避难所还有妹妹 我已经无路可退了 说爸一把拉过旁边的超市购物车 凯莉总裁得罪了 说爸直接将其放在了超市购物车里 凯莉一声惊呼 此时刘峰改造技能发动 坐稳了 我要做那个东西来冲破诗群 而与此同时的城市中 末世里最可怕的不是几只丧尸翼或是单个变异型 而是聚集到一块的众多狮群大清洗 他们所过之处基本寸草不少 不被同化就被泯灭在了时间场合 而唯有一方狮立目前可以从容对付 目标狮群已消灭 我方损失零伤亡 这是一名短发女子再次报告着 我方已经进入目标建筑 此时的一处秘密基地内 将军战况如何了 此时中年降临到 狮潮已被禁术消灭 炼油场和研究设备已经收复 但消耗弹药巨大 无法继续行动 如此浪费弹药打下来的研究设备究竟是什么 那就得问我们卫生部长郑天雄了 一男子一声冷哼 在反观困在狮群中的刘峰两人 好了 凯莉一声惊呼 这到底是什么能力 居然还能将两种物体融合 此时的刘峰已经将高性电锯改装到了超市首推车的前端 凯莉正在惊讶这个男人的改造能力时 斜眼瞥见刘峰的手臂 原来他也是会恐惧 但就是这样的笨蛋居然敢穿越城市来救我 我凯莉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那就先还你一部分吧 如果这次没死 作为报答 我会答应你的条件 此时刘峰脸色一沉 颤抖的身躯已经停止 凯总坐好 马上准备发车 刘峰再次带上喷火码头 丧尸群的尽头就是一道卷闸门 只要冲入那里再迅速关闭大门就可以活命 可刘峰千算万算 却没有算到手推车的滑轮 这时却会出了问题 满楼道的丧尸 一个码头人推着改装购物车 就在湿海里横冲直撞 购物车里还坐着个人 时不时的还来一记码头冲撞 一路的冲撞 他们距离出口近在咫尺 然而就在这一刻 他们的手推车滑轮 让太多的丧尸碎肉给卡住了 两只丧尸的手臂攀上了码头人的肩膀 刘峰心中难难 我难当 就要命丧于此了吗 伴随着呀呀呀的惨叫 丧尸尖锐的手指甲刺入了刘峰的肩胛 哇 不好 我被抓伤了 不过幸好我提前机智的注射了一秒 不过就算能免疫病毒 在停滞不前 我也会被这群尸巢撕把成碎片吧 这时码头抬眼望天 看见了头顶巨大的吊灯 而且还是金属制的 直接开启磁力吸附 在吊灯掉下来的瞬间 一群丧尸被砸压在底下 刘峰也趁着这个机会快速的冲了过去 在冲入过去的瞬间 刘峰脚步不停 顺势掰下电闸 伴随着铁门的咔嚓声落地 刘峰心里也是感叹 终于活下来了 此时刘峰走到配电箱的旁边 刚才被丧失传那两下也不轻 还是先吸收些电能恢复下伤势 逼逼 吸收部分电源 获得积分150 海力这时望着刘峰居然有吸收电能的能力 对自己先前的汽车陷入了沉思 此时完事的刘峰喊道 我们快走 先上二楼和大部队会合了再说 此时上楼的刘峰喊道 都准备好了吗 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两个女人一见面都不懂介绍 就强强对决 互相来了个下马威 这时的李欣才看到 哎呀 刘峰你被丧失抓伤了要不要紧 没事没事 刘峰顺势摘了马头道 我可是事先注射了疫苗的 好小子 李欣笑着搂过刘峰的头道 果然不愧星火计划的负责人 连疫苗都有了 刘峰嘚瑟地竖起了大拇指 那是自然 我还有你们这么多好伙伴 怎么舍得轻易就挂掉 李欣一看 哎 你小子把额头的印记擦干净 再和我说话 此时的电弓 务必在那一旁忙得满脸焦急 我说你们快些就位啊 我这马上可就准备好了 此时几人立马又再次投入到战斗状态 此时突然一阵阵 有远极尽的救命声传来 保安大强和小孙两人 被力量型突变丧尸追的一阵狂撩 原本的计划这时却提前被打乱 刘峰再次拿出高性电锯道 你们先走 我留下救人 此时丧尸的手刀已经进化完毕 刘峰健壮暗道不好 还好这次改造后的电锯 承受住了丧尸手刀的一击并没有折断 但这力量上始终是有差距 赶忙对着身后喊道 快走 刘峰被力量型丧尸的一个手刀 就击飞撞在了墙壁 而这时快要布置完陷阱的 欧比发现自己的手竟然被电线给缠绕住 但此刻的他深信自己一定可以成功 并且加入避难所 可丧尸却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欧比只能绕着雕像拼命逃窜 这时幸好刘峰再次赶来 欧比赶忙蹲在一旁再次对着电线 既然解不开了 那么就在这直接引爆吧 终于伴随着一声蹦 乍响 雕像的腿被炸毁大半 摇摇晃晃即将歪倒 李星在这边疯狂射击堵 丧尸移动位置 那边三人也在奋力地推着 终于在几人不懈地努力下 一个巨大的笑脸缓缓地落下 刘峰顺势弹跳躲开 刘峰望着那雕像 并没有落下 居然让丧尸一击手刀给插着 就这么单手挡住了 其余人也是震惊 那东西少说也有几吨重了吧 而此刻丧尸断掉的另外一条手臂 也开始蠕动了起来 刘峰健壮不好 他又要开始进化了 自己这是造了什么念 坦断他两次手臂没杀死不说 还连续帮他给进化了 这时的刘峰忽然想到 对着李星大喊 快 普通子弹没用 用我给你的那梭子爆裂弹夹 这时丧尸的另外一条手刀 已经进化完成 而他的磁力手套 还没有再次组装好 便具又已经脱手 手刀就这么停留在了 他的眼前近在咫尺 呦 马头仔 现在怎么变得这么软了吗 这只丧尸也杀掉了 我很多兄弟 马头仔你给我记住 能杀你的可只有姐姐我用 这时李星的弹夹 也已经装好 心道 如果这个子弹威力 真的这么猛的话 那后坐立也一定不行 试试吧 只听一梭子 砰砰砰的子弹声射出 全都命中在了 丧尸的身上穿透了过去 我的子弹都破不开的防御 竟然真的有效 可惜他的肩膀 这时也被强大的 后坐立正的拖久 漂亮 这时刘峰手套 再次凝聚完成 顺势一拉 高兴电锯启动 那么就让我来给你 这句残区来上 终结的最后一季吧 这个男人在丧尸的尸体里 抓出了一个恶心的东西 居然还想要拿回去 给他的妹妹试 恭喜首次击杀 突变形力量丧尸 奖励积分100 精华可以帮助妹妹苏醒 请宿主收集 此时众人文声都再次赶回 询问着刘峰没事吧 李星指着病毒 示意她不要找事 病毒也挥手离去 小马头仔 咱们下次见了 此时的刘峰居然收到了一条系统讯息 还是在避难所的沙拉发来的 说避难所的升级不仅完成了 还多了许多神奇的东西 此时刘峰直接呼出系统 命令扩建温室和建造传送门 而一级的传送门只要花费积分 就可以将生物和物品都传送回基地 此时凯莉也加入了避难所 系统提示了邀请凯莉 进入避难所任务完成 奖励5200积分 而在凯莉入住后的两个技能 还会使得地下城中的 获取资源加10% 和建造升级时间减少10% 此时大强小孙几人的之前避难所 也都被丧失破坏光了 仅存他们几人了 刘峰一声倾壳道 其实我的真实身份 是火种计划副个人 鉴于你们几位刚才优秀的表现 我正式邀请你们加入我的避难所 我被一脸早已看穿的模样 就这套路还想蒙我 就你这一生地摊货 还跟我扯火种计划负责人 刘峰满脸黑线 这帮人不好估佑啊 此时李星道 我以死神李星的名义向你们保证 避难所是真的 这十几人都是两眼放光 我们相信你 我们愿意加入避难所 此时刘峰安排道 那好 大家先各自搜寻下物资 我的家就在这附近 必须得回去一趟 刘峰 你的身上究竟还藏有多少秘密呢 小区的街道布满了丧尸 一个码头人快速地跑过 忽然一只泰迪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鄙视的小眼神是怎么回事 真不愧是泰日天 连丧尸都能制服 此时的突然一声枪响 刘峰的喷火码头救了他一名 小泰迪吓得拖着他的丧尸主人 就是一路狂奔 此时天台上的一名狙击手疑获道 这是新的码头突变形丧尸吧 没见过的新型物种吧 可没想到的是 哎 一枪爆头居然都还活蹦乱跳 吓得他赶紧报告走步 目标附近出现可疑突变丧尸 此时另外一头的一个黑影道 把目标带回来 其余阻拦者格杀勿论 此时刘峰吓得一路狂奔 系统快帮我分析下哪里来的狙击手 李阿姨你可千万不要有事啊 李阿姨是刘峰家的邻居 末世前也经常帮衬他们兄妹俩 突然系统提示 抉择任务 前方检测到变异能量一处 一 掉头离开 存活率百分百 二 选择调查 奖励一千积分 存活率百分之十 调查任务吗 我接了 这时突然一个机甲人出现 上来二话不说 就直接想将刘峰杀死 好家伙 若不是我力量提升了 还真给我垂飞了 刚好拿你试试那招 刘峰对着其机甲手臂 直接发动了能量吸取 果然片刻之后 机甲人没有一丝动力的瘫软在你 这简直就是机械的克星啊 检测到可升级全套的配件 是否吸收 这简直天降福音 肯定是直接吸收啊 功夫拳套升级成功 目前二级 拳套升级增加新能力 一 佩戴时左手力量增加 二 获得钢铁飞拳 此时天台上的狙击手还在瞄准 副队放心 铁熊已经过去抓他了 动力装甲刚好是突变形丧尸的克星 问题不大 此时他通过瞄准镜 突然发现一个巨大的拳头 在向自己冲来放大 随后没带他反应就是轰隆一声 刘峰钢铁飞拳也已经飞回手臂 保定 Perfect 刘峰此时快速朝着家的方向奔去 总感觉事情哪里不对 必须赶紧回去 几分钟后回到小区家门的刘峰居然发现 他要找得李阿姨和他的女儿 正在被一伙鹤枪尸弹的人要带来 看这装扮和先前想抓走妹妹的那伙人 应该是同一批 那么刚才袭击自己的人 应该也是这伙人吧 这是一个超大的灾难 即变异种的出现 他的中间仿佛在孕育着什么 就在前一秒 刘峰放声地大喊着 没事的刘峰 阿姨早已得了绝症命不久矣 他唯一的牵挂就是嘱咐 刘峰要照顾好他的女儿 这时刘峰发现 他手上李阿姨的血迹竟然也是黑色的 这一定也是黑血病 可来不及他多想 李阿姨的眼瞳即将涣散 他只好大声吼道 我答应你 这时面对着众位鹤枪实弹的卫灵 刘峰感觉到了自己的弱小 狙击手也在包备着总部目标已被误杀 可刘峰此刻心中的怒火怎么能平息 这些卫兵见状都举起了枪口对准刘峰 这时一阵系统音响起 警告 发现强大的变异种能量波动 等级未知 变异种出现在身后 请宿主立即离开 这时先前面对刘峰的卫兵都在看着他身后惊叫 那是什么 他过来了 刘峰和李雨萱也纹身回头 可看见眼前的这一幕刘峰惊了 无数的触手般疼慢身处 他本能地护住了李雨萱 然后却没有一条击中他们 刘峰疑惑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这真的还是李寒烟阿姨吗 警告警告 逆变种正在进化 请宿主离开 这时周边的所有丧尸也都朝着这边围拢过来 刘峰暗道糟糕 这下想走也走不了了 成群结队的丧尸主动被吸引过来 他似乎缺少进化的养量 那这么说李阿姨有可能还活着吗 系统检测中 该能量波动超过了突变性 超过了精英性 甚至越过了领主级别 系统持续更新中 重新划分等级为天灾级 刘峰望着这些伸出来的东西 越看得越像是这个东西的血管 可是那些东西为什么都避开了我们 这个男人跪坐在丧尸海之中 他的面前正在孕育着这个世界上第一只天灾级一变种 而这些触手般蔓延的网也仅仅只是他的血管 这是血管里发生心脏跳动般的机会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从里面出来了 一双手扒开了出来 检测到变异种 运算出现棒 无法解析其能量数值 宿主存活率为0% 警告警告 与目标能量差距过大 请宿主尽快离开 可此刻刘峰的身体发现根本就动弹不了 就像是被食物链顶端的猎手盯上一板 不过他似乎感应到了李雨萱体内的血脉 只看了一眼 并没有理会他们 得救了 难怪刚才血管也没有穿插我们 是因为与萱的血脉关系吗 但此时的李寒烟早已失去了情感和记忆 已经升华成了全新的物种 一瞬间就可以吸干了一个区域内所有生物的血液 并且可以腐化万物 他就是名副其实的天灾级变异种 星红女皇 能力一 血液操控 二 腐化万物 此时楼上的那名狙击手竟然还活着 并且还拨通了郑天雄的电话 郑部长你看到了吗 变异种出现了 可是下一刻他整个人的身躯就开始变异扭曲 随之喷的一声 鸣烈腐化成虚无 这方圆之内的任何一切 只要他想 鸣烈都只是眨眼间的事 此时看着显示器的另外一头的郑天雄 垂了下桌面 废物 系统提示 避难所生治五级研究疫苗 或找到新的血清像你妹妹那样注射静体内 则有几率恢复人性 此时的星红女皇李寒烟 即将离开这里前往市中心准备驻巢 恭喜宿主存活 刘峰望着其背影南南 让我靠近一位天灾级别的阿姨注射疫苗 这真的有可能吗 这个男人末世前只会送外卖 然而末世后他竟然有了一座地下避难所 里面不仅设施齐全 还有个贴心的女秘书在温柔讲解 更厉害的是他这里居然还有高科技都达不到的传送门 每日一次可传送两吨货物 而且不限活物和死物 更重要的在末世里其实还是医药品 他这里不仅配备了医疗室 而且还可以做些简单的小手术 消炎药及旧包都可以自动生产 当介绍到还有熟室和热水床铺时 几个人再也忍不住了 巷里冲了进去 这时刘峰刚招来的美女总裁 居然提出自己想建一个指挥所的想法 随即就让刘峰惊讶了 居然还给他激发了隐藏地图建造图纸 指挥所 当然是扣除积分直接建造 预计建造一天后完成 傍晚的刘峰悠闲地躺在浴室 伴随避难所的升级 单人的浴室也转变成了大枣池子 刘峰俯过毛巾 没想到收获凯丽居然还自带了隐藏地图 就不知道李星他们有没有 明天抽空了 看来我得每个人好好问问 就是不知效果如何 这时刘峰突然一阵惊骇 心童雨萱 你们怎么来了 画面随后一转直接来到易日 看着秘书沙拉打着的招呼 所长您来了 其余总裁凯丽和死神李星紧紧有条的工作 刘峰有点猛了 这还是我的避难所吗 这指挥师简直了太帅了吧 除了指挥师还佩戴了有私人宿舍和所长室 这私人宿舍自然就被几个女人们霸占 至于所长室肯定就是刘峰的 这时凯丽又道 刚才我用指挥师捕获了一只漠视后就无人用的卫星 之后出任务卫星不仅能让我们小队之间互相联系 避难所还可以直接给你们提供远程指导和支援 不仅如此 指挥所的各项数据也呈现出来了 有一种叫资源的数字点 资源可通过收集钢材木材石油等能源获取 每次想要制造物品就会消耗资源点 只需要向你统一申请 就可以扣除资源点自动生产 另外还有一点 此时凯丽正色道 那就是避难所的制度问题 你希望是民主制还是专权制 刘峰听闻后眼睛一愣 来了吗 我的后宫啊呸 拯救人类大业计划的第一步就要来了吗 这个男主居然留着鼻血道 我们一起为复兴人类事业的计划而努力吧 总觉得事情哪里怪怪的 因为就在前一秒 最让刘峰担心的女总裁 居然也同意了默示避难所的专权制度 让刘峰做他们的领袖 说这样效率更高 此时刘峰任命了前福布斯前十女总裁凯丽为避难所总管事 前死神小队长李星为安保主管 前院长秘书为现任避难所秘书长 凯丽头脑精明 一下就问出了关键所在 你给我放这么大的权力就不怕我加工你 刘峰黑黑一笑 我相信你的人品 实际则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刘峰的系统面本都可以显示他们的数据 只要不变红色 就代表他们是忠诚的 佛祖的五指山还降服不了狐狸精吗 此时也让凯丽更加敬佩一分 有勇有魔 这时大强小孙本就是保安出身 成为李星手下 而电工屋壁和他的朋友小杨被安排到了胚电室工作 可即便如此他们如今的二级避难所还是有一些空落 这时视频显示两里一南通过他们之前发送的幸存者收容信号 来到了此处 此时大强已经先行将人带来进来 刘峰几人这时也已经赶到 阁下如此气宇轩昂 一看必定就是首领了 我们几人都是在收音机里收到消息特来投奔 刘峰心道 果然我这王八之气一外放 普通人那头就败 此时伸出手去 哪里哪里 我们也欢 首领你好 这时小红一把握住了凯莉的手 不好意思这才是首领 这时小红又来一遍不愧是首领气宇轩昂 够了闭嘴 确定要加入我们的话我先说好 我们这不养闲人 这时刘峰看了下他们的面板 前两个心情都是绿色表示忠诚 一的评价只有头脑简单 二就不同居然还有个仲裁技能 重点是三居然带有敌意 是某个势力派来的卧底 不过我这系统还真实用 哼 那接下来可就有意思了 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白痴 赶来我头上打主意 你很难想象这个妖恋的女人 是一只天灾级别的星红女皇丧尸 这个巨大的东西就是孕育她的所在 而这些伸展出去的全都是她的血管 诞生后的星红女皇 为了前往城市中心筑巢 沿途拉起了一只腐化大军 任何胆敢阻挡女皇前进的蠢货 都被无情的拧碎 经过无尽的杀戮 星红女皇坐在城市中心的 最高顶楼的海谷王座上 成为这座城市最强的变异主 女皇仰望星空似乎陷入了沉思 所有来犯的队伍被她瞬间击溃 成功进入巢穴 问鼎为是无冕之王的宝座 在这之后 女皇再次折服 步入净化期 而与此一日的避难所内 刘峰一睁开眼 哎 星红怎么会在这儿 不行我得赶紧弄醒她 这要让其他人看见可就不好了 此时李星一把拉开门 刘峰 起床了 哎 变态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呀 而随后的一天 我告诉你哦 我们所长是个死媚控 啊 什么什么 而此时的另一边 所长我们换好了 避难所物资点减二十 制造初级防弹一 工程师一 防爆盾 这时秘书长沙拉拿来报告说 在刚才接收的三名幸存者口中 得知在城北也有所幸存者基地 并且郑天雄也在那里 我要去找她 凯莉帮我规划路线 这时凯莉拿出卫星地图 我们目标是城北基地郑天雄 但途中有一所监狱是我投资建设 我建议你先去那碰碰运气弄些武器 另外我们的避难所需要名正言顺 还得有个名字 系统任务更新 一抵达幸存者大营调查郑天雄 奖励积分2000 二抉择任务 放弃前往监狱生存率百分百奖励五 前往监狱获取枪支存活率40% 三拯救李寒烟长期任务 奖励积分1000 此外我将组建二队亲自带队搜索附近的超市 加油站以及医院 尽量节约基地资源点 刘峰始终不放心决定把李星也留下 这次我和我妹妹去就够了 另外给你一个任务 三名幸存者中有一个其他势力物 找出他 我拿到枪械后会用传送门回来 然后将计就计找出他背后的势力消灭他 凯莉满脸惊骇 什么 以我的手段至少也要一周才能看出端倪 这个刘峰到底城府还有多深 此时所长室内 交代完的刘峰端坐于此 这次该轮到我自己了 这次外出生了三级 属性点三级能点六 达成十人末日平民成就 积分还有不少 商场武器虽然也有 但是太贵 还是先给李星凯莉兑换两支疫苗 这样他们外出我也可以放心 此时他又打开了控制面板 点了四点工作大师 一点科学家和一点铁匠 其余属性全家力量 点完后的刘峰 此时脑袋里突然多出了许多信息 是功夫大师和科学家的信息 科学家天赋可以获得更多改造知识 功夫大师也到了终极 没想到点出了科学家后 两者居然发生了融合 末日会武术 连远还不够 男子无意点出科学家天赋 融合成赛博武学 科学家武术 让他获得更多未来格斗数 解锁更多武器图纸 用以配合武学套路 原本还为系统北的武器不实用而烦恼 这时他的脑海却蹦出了许多新奇的想法 有了 对 就这么改 第二天刘峰新的装备扬帆起好 兄妹俩目标 监狱以及城北幸存者基地 与此同时刘峰出发后的同时 避难所第二小队 也已经踏上了清理附近商店 超市和加油站的丧尸之路 此时H市的一所监狱内 几人脚步匆忙气喘吁吁地跑着 男子问道 怎么办 那些东西还在后面追着我们 继续前进 犯人们已经开始集体暴动 我们得先去武器库 只有这样才能镇压住那些犯人 他们刚过拐角 此时两只突变形警犬就有了警觉 他们虽只是单纯事变 但原有的警觉性让他们的实力直逼突变形丧尸 那名预警都未来急反应开枪 直接就被一只丧尸狗扑倒 这时子轩喊道 开枪 可他也没想到的是丧尸狗居然这么灵活 荒乱中的射击没有一番命中 然而现实已经无法再给他第二次进 此时另外一名队员也在一个蝎子形丧尸的尾巴下丧面 就在丧尸吐蛇要攻击时 这时两把弩剑飞射而来 一剑命中头部一剑射中舌头 此时流风喊道 终于赶上了 心童一人一只 救人 此时面对冲上来的丧尸狗 心童直接上手 捏住狗嘴反手就是一个抱摔 随后双手直接撕裂成两半 可谓只简单又直接 给一旁的子轩直接都看傻了 而流风这边拥有了远程后就更直接了 直接一发爆裂弩剑 齐活收工 随后而来的另外一只蝎子丧尸 流风直接用手给他那张恶心的嘴给捏合上 丧尸被捂住口鼻窒息的眼珠暴道 想到 你是想无死我不成 可随后流风直接启动赛博武学 训报长 解决丧尸 而此时一个小时候的监狱外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大祭司东西已经送进去了 这次必须让里面的人加入我们皈依神教 这个女人是牧师中的一个异类 不仅没变异还觉醒了一种特殊能力 跟主角盯上了同一所监狱 不同的是主角为了弹药铺 他只为里面的犯人而来 重点便是这位犯人首领 铁钱强僧 这时铁钱道 咱们的粮食要见底了 好在还有不少肉猪 不够的话就再杀两只 此时铁钱斜眼一瞥 监狱里的犯人多已经被他放出来了 但唯有一人 紫英龙轩 特种狙击手 这时刘峰在帮妹妹擦拭着手臂 一旁的子轩还处在震惊之中 这都是什么人 自己牺牲三人都对付不了的丧尸 他们几招就解决了 关键是这个小女孩还能手撕丧尸去 刘峰也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就是来寻找枪械库的 子轩也爽快地答应了下来 并且说钥匙就在他这 但是条件就是要帮助他镇压这群犯人 只要答应 武器想拿多少拿多少 刘峰嘿嘿一笑 这个可是你说的 子轩却是心想 就你两个人 敞开让你搬又能带走多少 可他不知道的是男主是个挂逼啊 此时的子轩边走边介绍道 五天前犯人趁着停电 以铁钱为首全部越狱后盘踞在八楼 而枪械库在四楼 但此刻应该有人把手 此时看守的几个小嘎嘎正在生火作范 刘峰透过门风观察后 趁其不被一发弩箭射穿一人 随后直接暴跳重路 口中怒道 你们这帮畜生 此人这时还在叫嚣着报名号 无奈连杀十人连环杀人摩前云 来者何人 迎接他的没有回答 只有一击军报权 随后功夫大师启动 面对最后一个拿锤子的小嘎嘎 直接一腿连人带锤全部解决 这是一小嘎嘎慌忙跑上八楼给铁钱禀报 不好了首领 二当家让人给解决了 铁钱直接将这人前程两段 老三快去控制室将所有五楼以下门都打开 把丧尸都放进来 他们要拿到枪了 这时又一人来报道 首领不好了 外面有一对自称归异神教的人要见你 我们拦不住 这个女人在丧尸横行的世界居然还拼命地赶到监狱 他们一行四人 但准确地能撑得上人的只有她才能算是半个 这时大祭司递出一堆恶心的东西 说吃了后就可以让他们得到强大的力量 其实这都是突变丧尸体内掏出来的东西 但对于没杀过突变丧尸的铁钱自然不知 这时一小嘎嘎突然跑来说紫英跑了 这时铁钱荒了 紫英若出去 他一个人都能杀光他们 这时大祭司还在继续捕获 你不想拥有无敌的力量吗 代价是什么 另一边的刘峰也已经进入了枪械室 这些都是你的吧 随便你拿多少 虽然看得是眼花缭乱 但是子萱的话他却爱听 便向他发出了邀请 加入我们 末世中一起活下去 子萱也愕然了 我们才刚认识吧 不过你妹妹好厉害 你身边都是这样的人吗 这时通风管道的一处反光引起了刘峰的警局 匆忙将子萱拉开 随后就是一发暴力五箭射出 一人凭空而下 你到底是谁 两人二话不说先打了一百 这时刘峰喊到龙萱学长 这时龙萱才收手 原来这人就是刘峰当时同校的学长 被特招选拔 当时还是刘峰的偶像 此时刘峰邀请他加入自己避难所 龙萱却选择了拒绝 说作为同校师弟才给他一个忠告 自己是个双手沾血的恶魔 不要靠近他 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刘峰满脸惊骇 师兄这些年到底都经历了什么 此时十分钟后的枪械室内 刘峰呼了一口气 呼 终于见好了 子萱还是惊讶着倒不半天的是个什么东西 可是伴随着刘峰的一个按钮按下 随后口中一喝 全部枪支弹要传送 子萱感觉自己整个人顿时都不好 这是一个末世丧失横行的世界 刘峰就这么在枪械库出动了下那个小按钮 随后整个枪械库就全没了 随之而来的是还传送来了一个 喝枪实弹的妹子 优贺 所长 几天不见又欲新换了吗 心童呢 刘峰手指旁边 这不 这 哎 心童呢 心童你去哪里了 这是一阵广播响起 子萱 我知道你们已经拿到枪械了 但是还没有完 外面的大门已经全部被我打开 你们就准备享受着被狮巢淹没吧 哈哈 这时刘峰一个剑步划出 糟糕狮巢要来了 咱们快走 可刚划出大门的刘峰就发现为时已经晚了 警告 发现突变形丧尸 可是刘峰却始终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 这时身后又一只突变形冲出 刘峰一把推开李星和子萱道 趴下 随即喊道 李星 我们上 这时另一只爬行突变丧尸转身扑了上来 刘峰使出赛博武学训暴掌 哈哈 必经秒杀一个突变形 没想到这赛博武学的威力还真的可以 下次别这么冒险了知道没 优贺 感觉你有点过于关心我呀 我只是不想我对有死的太快了 刘峰拍了下李星肩膀 放心 我命运的狠 我们会一起活下去的 这时的广播再次响起 只是声音却不同了 你们就是武器库的闯入主了 看你们伸手不凡 不如加入我们归一神教吧 你们之前所犯下的罪责我可以既往不救 而且还能像铁钱首领这样获得我赐予的无上力量 子萱对铁钱可谓恨之入骨 喊道 告诉铁钱 再不投降的话我们可就要杀上去 杀上来 这时广播里的女生再次响起 你该不会认为我派电你们的只是些普通小角色吧 这时一个半截身体的突变型丧尸爬了过来 若是仔细你会发现他就是上一级被铁钱钱断的人 而他的下半截居然也紧随其后 这女人难道是发现了什么新物种 像蚯蚓一样一截两半 然后丧尸军团瞬间翻倍 这个男人被一群丧尸追着跑 并不是他害怕 因为他发现这是有蹊跷 因为就在前一秒他一枪解决了这个半截上身的突变性 下一刻他的下半截身子居然就来了 按理说两截的丧尸不可能单独存活 除非他不是自主的在攻击 这时子轩也鼓起勇气对着丧尸开始射击 刘峰拍了拍他的肩膀 尽快适应吧 他们已经不是人了 这时广播声再次响起 呦 做得不错 你居然能击杀我在监狱招收的新教徒 但是我的教徒可不止这一人呦 这时突然刘峰的一阵系统影响起 击杀未成熟型突变型丧尸 检测到更多未成熟突变型丧尸靠近 下一秒刘峰转头就跑 快溜啊 全是突变型丧尸啊 这年头的突变型丧尸都是大白菜了吗 可恶不对劲啊 十万里跳一的突变型不可能会这么多 难道这个邪教真的能量产突变型丧尸 可随后的刘峰就突干脚步一顿 不好 地面塌陷了 还没带他多想 几人便都从着他方处掉了下来 啊好疼 李星子萱你们不要紧吧 还好 我没事 不过没想到的是你会主动垫在下面 作为死神的队友你的命还真硬啊 此时刘峰苦着脸尴尬道 客气客气 我们都是队友吗 不过子萱呢 李星手一指 诺 运那边了 不过我要怎么感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呢 你不但救过我几次 而且还是第一个当我死神李星队友不死的来人 刚才我也已经观察过了 那些突变型丧尸的智力似乎有些问题 找寻不到目标后就会离去 罚害我今日定要击败你 妖孽口出狂言 今日我定要你助我修行 小小罚害可笑可笑 借我这招 水漫金山寺 雕虫小弟竟敢奔门弄输 大为青龙 果然人靠衣装马靠鞍 只见这人卸下头上的捕兽夹戴上了王冠 瞬间摇身一变女王 此时刘峰三人也通过了楼梯再次来到了五楼 欢迎来到竞技场 初次见面 我是皈依神教的八号大祭司 接下来我有见面礼物要送给你们 不过就看大祭司这一番破烂的穿着 估计也没啥好东西 果然一拿出手的都是些腐烂的丧尸 但此时的刘峰还是很是惊讶的 这么多突变级的丧尸患养 难道这个大祭司真有控制他们的本事 这时李星道 不好刘峰 他们全都要出来了 这时突然所有囚龙中的丧尸都冲了出来 露出星红的双眼 猙獰的獠牙 仿佛刘峰他们三人就是他们极度渴望的食物 李星这时掏出枪一阵哒哒哒的连射 顿时前排的几只丧尸纷纷被爆头 这时刘峰左手推过两人 右手背后握住身后武器 推后你们快去掌掩体 看来还是要用到这件武器了吗 此武器乃是刘峰通过融合成的赛博武学改造的 B级双级枪 果然光有系统还不行 拥有了科学改造后的好头脑 才能更好的运用系统 此时战场中的刘峰挥枪如斩乱马 大祭司看了都是忍不住的流泪 这个男人 他好强 不过他流的却是惋惜的泪水 就这么死了可真的太可惜了 上 这时一直跟在他身边的两人终于动了 等先掉斗篷的一瞬间 刘峰才看清楚 这女人身边一直跟着的两人 他居然不是人 两只突变极吗 刘峰长枪一跺地面 可现在的我也不是赤素的 只见顿时刘峰周边雷电四起 双极枪雷电 众所周知刘峰自身是可吸附电能免疫雷电的 所以有了科学大脑后的刘峰 这武器可谓量身打造 李星和子萱都看呆了 好强 好厉害 还剩下的一只突变形继续向刘峰发起冲击 刘峰射出了手臂上改装的弩剑 可发现只是扎在了突变极的皮肤上 根本刺不穿 好硬的外壳 不过要论比硬 还没人比我的拳头硬 改进后的功夫拳套可是有直接秒杀突变极的实力 直接一击另外一名突变极就瞬间爆裂 大祭司这世流泪走起了没 真是太厉害了 不过我也是有后手的 这也是大祭司此行的目标之一 精英级铁钱首领登场 这个拥有丧失体征和外貌的家伙却是个人类 而这个女人运气就比较好 外貌没有变化 还是唯一一个精神类控制者 这时流风望着未成熟的精英级铁钱 该死 我的双枪没能量了 铁钱此事口中发出单一的话语 小东西 伴随着铁钱的落下 流风左手的训报拳也开始蓄力 可以秒杀突变级的训报拳 轰在了只是未成熟的精英级铁钱身上 居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这时大祭司看见这一幕又是激动的不断落泪 神啊 您看到了吗 这就是您赐予的力量 此时李星从流风的头顶跃了过来 给了起脸上就是一个飞踹 就要用爆裂子弹 说着对着铁钱的头就是一顿突突突的猛射 流风也顺势给了铁钱来了一枪 看着众人打击对铁钱来说不痛不痒的 大祭司再次吟唱了起来 此时流风举起手套上的弩剑 来了一招声东击西 朝着大祭司所在方向射去 而此时的星童也在五楼和龙轩遇到了一堵肉桥 来到里面的星童两人貌似发现了 龟翼神教来到监狱的真实木 龟翼神教七号 污秽圣母 而刚才流风对着大祭司射出的那一箭 却被他面前的一个丧尸挡下 原来他在控制铁钱的时候 就让其他丧尸上去滚过了 此时他道 我可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能控制丧尸的精神系变异者 这神赐予我的天赋 无奈天命 铁钱进攻 杀了他 此时流风手握双击枪 看来只能用最后那招了 星童你一定也在某处奋力战斗吧 可一定要安全了 此时的星童和龙轩两人 也已经靠近了污秽圣母的巢穴 可伴随着巢穴内的一个个斜茧的掉落 每一个里面包裹的竟然都是一只突变剑 此时的流风这边也再次握住双极枪 准备拼死一搏 双极枪一级能将能量释放成雷刃之木 另一级能将手套上的火焰引导至枪上 形成火焰之刃 并且同样附带切割属性 但现在他还有第三个能力 流风拧动枪身 那便是双极枪第三能力 双极枪抄战模式 大祭司还在继续祈祷 上罢铁钳 神祝福了我们 这是流风被铁钳暴力的一击 直接击中在腹部 还好不是完全体精英级 以两败俱伤的打法 流风将双极枪插了进去 随即的一声响指 报 准备好接受制裁了吗 老神棍 这个女人是末世唯一拥有精神类能力的变异者 这么半的能力在其他范内可都是主角 可是在她身边丧尸被消灭光时 她却什么都不是 一个破邪教而已 也敢嚣张 信不信我现在就干掉你 吓得满脸冷汗的大祭司依旧不屈服 你们这些独神者 我可是神教大祭司 七号的污秽圣母就在隔壁 她可是我教最强感染源 再过不久整栋楼都将被她污染 你们就准备等着受死吧 还有几分钟 突变形丧尸就会不满整栋楼 一端 你们就等着成为丧尸的养料吧 此时话刚说完 一声吼叫 污秽圣母就已经登场了 只不过这出场的方式却有些的不友好 星童此时悠哉的从隔壁走了过来 哥哥送的衣服弄脏了 这时大祭司看见走来的星童 一反没有刚才的表情 转而的却全是震惊 神 神光 她是神子 这时星童看见刘峰后一把扑了过来 刘峰瞅了眼还在一旁的大祭司导 现在该轮到你了 可转瞬却是被星童拎着脑袋 还喊着神子大人对不起 刘峰也是一脸猛 这就投降了 就在这时避难所打来的电话 魏凯莉 什么事 此时另一边的凯莉回道 刘峰 老鼠们已经上钩了 我找到了卧底身后的势力 并且挖了出来 是地铁士族 他们现在已经进入医院范围 即将抵达地下城 我准备放他们进来后再一举见面 此时一旁的大祭司差不多已经被星童制服 刘峰查看了下他的控制面板 塞西利亚 异变者 技能之一就是控制一只突变级丧尸 可升级 之前能控制这么多是因为他控制的 污秽圣母能产出特殊寄生物 而且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位精神控制型变异者 刘峰心道 真的是好特殊的能力 但是在没搞清楚状况前还是不能完全信任他 这时转头的他居然发现 星童正在污秽圣母的尸体旁边鼓刀着什么 这个女孩在精英级丧尸的尸体旁鼓刀了一会 然后居然摸出了一个恶心的东西吃了下去 男子对着丧尸剩下的一截手臂就伸出了手掌 就在刘峰还在研究这次升级完的拳套可真有意思的时候 一个人出现了 学长 刘峰 你也在这 这时李星也震惊了 紫阴龙轩 居然是你 星童也道 哥哥刚才是他帮了我 紫阴龙轩偏着三人也在暗暗思量 死神李星 还有这个小女孩居然还是他的妹妹 随后还是一句话没有说出 转身便要走 刘峰想要挽留 但是李星却制止了 他太危险 让他走吧 可刘峰却不愿意接受 当年那个 站在学院讲台上愿意码格果施的男人 怎么会去叛国 况且刚才他还帮助了自己的妹妹 当年的事情 我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这是一番思量的刘峰还是喊道 学长 我相信你 加入我的避难所吧 哦 紫阴眼神一瞥 听闻这样的我 你居然还敢邀请我加入 其实刘峰此时的内心也是挣扎 不过当年能在讲台 说出那样一番话的人应该不会坏 只能赌一把了 等到加入就能看见他的面板 好 那我就暂时加入你们 此时刘峰打开了紫阴龙轩的面板 好厉害的属性 龙轩 绰号紫阴 属性居然两项都是目前刘峰遇到最高的一击 技能也相当厉害 拥有狙击枪式战力居然能提升50% 看见其评价时刘峰发现 果然是被冤枉了 此时刘峰边跑边喊道 李星 学长这件事背后另有隐情 我们还是先去救人 与此同时的避难所另一处 带头的地铁是一名小队长挥手道 停 看来这就是我们卧底传回讯息说的避难所 不过居然城门大开 这是旁边一小嘎嘎哈哈大笑的 老大管他那么多干什么 咱们冲进去不就完事了 小队长也是个虎妞 意想还真是有道理 你他娘的还真是个天才 可是刚还没卖一步 他旁边说话的那名小嘎嘎就被抱了头 呦 渣渣们 此时刘峰信不走来 可是等你们好久了 这个男人太神奇了 招募的人每提出一个想法 就能给他激活一张隐藏地图 并且还能有机械自动建造 这在漠视的好处无疑是巨大的 但这时却有一伙人找到了他们的地下避难所火兵 地铁士组永不投降 投 投降 我们投降 经刘峰的询问后得知他们是单独行动 总部并不知情 这使得刘峰有了新想法 先留下审问探出点情报再说 这时子萱拿枪指着大祭司想要为死去同事报仇 当初他们的二十几人如今被污秽圣母吃的只剩下四人 大祭司面对着枪口满脸冷汗 说也只是听命教主做事 若不然也会是一样的下场 刘峰一惊 若如此能力还只是在将内派地霸 那这个皈依神教也倒是有些意思 这时拦住了子萱正要开枪的手道 放过他吧 我理解你的心情 但是套出他背后的邪教走过 一举干掉这群吃人的怪物才更是此时应该做的 加入我的避难所 大祭司就交由你来贪管 子萱同意了下来 并且还给刘峰建议能建立一个监狱最好 这时突然一阵系统迎来了 获得特殊建筑图纸 监狱图纸 监狱 有20%几率可将俘虏昭安城地下城居民 而加入后的子萱也自带了审问和赵安两个特殊的技能 这时身后的大强文言也道 所长我也有提议 我们可以建立个警卫室 最好还有个坚固的大门 这样我们避难所预敌时将更有益处 李星也道 我建议可以建造个靶场 这样可以加强人手的射击精准度 恭喜宿主激活隐藏地图 大门警卫室 靶场 现扣除积分开始建造 预计四天后完成 好 那今晚我们就先休息 明天继续前往城北营地 刘峰利用传送阵再次回到昨天的监狱内 一天一次的传送阵 再来时刘峰还意外接到了一个大祭司激活的支线任务 前往城北营地找到归翼神叫六号使徒 防止营地被污染 奖励积分2000 也就意味着他们在这丧失横行世界继续前进的话 就必须要在外读夜 此时推开车库门的刘峰一眼就看中了那辆改装的履带车 几人一行上路 而与此同时的城市另一边 射击射击 快掩护居民先撤退 此人是城北幸存者营地搜救小队的班长 楚山河 可在他们不断的设计中丧失指挥越来越多 枪声让周围的丧失逐渐形成失潮 楚山河眼看着丧失们就要突破防线 班长 阵线被突破了 这是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刘峰一刀斩断突破封锁线过来的几只丧失 不给楚山河任何疑惑询问的机会 跨过封锁障碍继续向失群杀取 这把电磁刀是昨夜家般改造出来的 如今就用这群丧失事威力 我有一刀 可斩失群 毕级电磁刀 电磁斩 一刀居然就能在丧失群中杀得七进七出 楚山河一群人都颇为震惊 这个红衣少年是个实践高手 此时楚山河身后的最后两名丧失 被刘峰和龙轩两人一人一个拘杀 原本准备直接离开的刘峰 却被一阵喧闹声吸引停住 一男一女正在争吵着想先上车 这个女人正是第一话中刘峰前女友 她看见刘峰时也是一惊 没想到刘峰居然还能活到现在 自然是要对着刘峰嘲讽一番后 还顺便介绍了下自己现在拥有了强壮的伙伴 凯莉这时出现了 感谢你的眼下放弃 才让我捡到像刘峰这么优秀的队友 一切细微都被狙击守子英 这个天生的哨兵看在眼中 如此骄傲的凯莉 这刘峰究竟是有何魅力 能把这么骄傲的一群人都聚集在身边 此时那个精壮男抓住了刘峰一领道 可恶 你胆敢戏弄我们 戏弄 刘峰反手弹开他的手臂 抓了回去道 白痴 请注意你的语气 这个眼神 看来刘峰也经历过一些有趣的事情 他的前女友惊讶 这还是我以前认识的刘峰吗 此时不远的楚山和喊道 都什么时候了还起内惑 前方大量丧失聚集 狮巢马上就来了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 末世终遇到狮巢无疑是件最恐怖的事情 城市之中的狮巢 甚至能击溃一支全副武装的大队伍 普通人类碰上了基本就是九死一生 面对如此多的失朝 搜救小队也束手无策 此时楚天河道 英雄多谢你刚才的打酒 但有什么恩怨还请冲破失朝再说 一会你们紧跟我们的车队 我们在前方开路 这时楚天河又对着余下的人员喊道 不想死的 都快点给我上车 人群都慌忙往大巴车里挤着 这时车门却被最后一个精壮男关上 刘峰对着还没上车的三人喊道 喂 你们三个上我的车 劫后余生的三人都是松了一口气 刘峰对着龙轩喊道 学长 快 跟上他们的队伍 此时前排车里的楚天河用着对讲机指挥道 你们后面的车辆都跟紧了 一会我们用三架机枪开路 你们自己要小心那些会跳的丧尸 守好门窗千万别掉队 我们不会放下任何一个人员 目标成北幸存者基地 出发 此时前面两个装甲车带着机枪开路 但是丧尸还是太多 导致行进速度提不起来 后面围来的丧尸都在奋力地敲击着车窗户 对于这些丧尸来说 眼前可都是美味 怎么可能放过 刘峰其实也是第一次这么穿越在如此巨大的市巢当中 望着窗外道 还好这辆车够坚固 但这样的行进速度拖延下去 恐怕迟早也会被掀翻 此时凯莉望着刘峰 看你一脸淡定 想必又想用你那改造能力了吧 奥厉害吗 这都能被你猜到 靠 我自己差点都忘了还有这茶 果然队友智力高也是一种幸运 此时刘峰手掌轻触车体 意念一栋口中南南 改造 这个男人手触摸车体口中南南 改造 随后车体外侧便是多出了许多长刀 扑过来的丧尸瞬间被斩成两节 一旁驾车的龙轩体会最为真切 这是什么能力 难道是传说中的异变者吗 旁边刚截后余生缓过进来的大叔也是一阵惊骇 这人类居然还能有这种能力吗 正在众人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时 车顶却传来了重重的连续框框声 不好车顶也有丧尸跳上去了 学长你安心开车 余下的交给我 只见刘峰手持一把刚改造完的B级电磁刀冲了上去 那么接下来就由我来陪你们玩玩吧 此时前面大巴车里的人居然还有闲情看着窗外 你们快看那车顶有个人 哈哈这个白痴 想出风头 我看他是死定了 只见刘峰功夫大师启动 手起刀落 眼前的丧尸瞬间一分两半 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这都是刘峰有意而为之 因为就在前一秒凯莉对他说道 你现在也要开始累积声望 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四处装插 这时身后又一只刀手型丧尸扑来 攻击明显要强于一般普通丧尸 精壮男大喊道 你快看他要被咬死了 可是为人愿 刘峰此时武器早已不是之前那把斩在刀手上 还能给自己斩成两截的小破刀 如今一刀两断 连丧尸带手刀一起切开都像是切豆腐 你们看这下他要死了 这下他肯定 哇靠 一人一刀全部砍完 可就在这时 他们的车顶也传来了和刘峰先前一样的狂狂声 一群丧尸疯狂爬上车队的大巴车 这时有几只挤进来的丧尸开始撕咬 触发抉择任务 拯救公车上的人类 每就一人加一百积分 完成任务生存率百分之七十 这时刘峰掏出了一个铁钳 这时先前吸收了精英丧尸铁钳的手臂进化出来的 刘峰对着大巴就将铁钳发射了出去 正好潜在了大巴后的窗框上 刘峰顺着飞爪的牵引 如同蜘蛛侠那般直接从大巴车窗外冲入 一刀直接命中一名丧尸头部 得救了 好帅 可恶又被这个混蛋撞到了 这时突然两名丧尸朝着刘峰前女友沈倩这边冲来 精壮男选择了推开沈倩换取生机 沈倩在最后一刻都是不解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我会遇到这样的男人 为什么我会错过这样的男人 就在两只丧尸将他包围的时候 紫英的一声狙击枪响了 刘峰也解决掉了另外一只 刘峰又在急迟 刘峰便也没在细想 没多会他们便来到了一处宿营地 在丧尸横行中赶夜路并不是明智的选择 所以他们选择了在这个劫后余生的晚上 来一次篝火晚会 这个男人在末世开篝火晚会 居然还拿出了各种肉质罐头请大家品尝 这下可是惊坏了众人 这么高级的罐头 这在末世可都是硬货呀 此时刘峰的改装车内 凯莉并没有下车 他发现了郑天雄已经侵吞了他四座研究所 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难道也是在找那个东西吗 我记得有让刘峰与那只对五拉近关系 想必以他的性格此时正在笨拙地应付吧 来来来 厉害 红衣剑胜 我们以水带酒再走一个 此时的其他人也都在够怀心思地吃着 这罐头不仅味道比寻常的罐头鲜美 似乎还更能抗扼 这时福叔小声喊道 小刘啊 等到了城里不要出售太多这些个罐头 哦福叔 为什么这么说 这时刘峰来了兴致 福叔这时咀嚼了一口罐头 财不露白 而且听说你的量还很大 暴露后可能会被有心愿盯上 小老儿建议你跟城北的基地交易 此时另一边紫英转动了左轮手枪 空出了一发子弹 旋即顶住了自己的下巴 随着咔嚓一声 枪声没响 看来上天还不想让我在这死去 紫英的心中终于释怀 我这个学弟能力一流 身边还有这么多高手追随 真是浑身都是谜团 这时突然的一声树枝折断声 引起了紫英的警觉 狙击枪迅速上膛对准了声源地瞄曲 立马就锁定了目标 这个人不是早上车里的人吗 他盯着我们的车干什么 此时这人的面目早已猙獰 露出了一脸丧尸模样 但这一幕紫英并没有看见 他的背影与正常人并无一样 不然紫英早已开枪 就在这时突然一阵进风闪过 消失了 好快的速度 这个男人被狙击枪瞄着 下一秒他的脸突然就变了 并且一个闪身以极快的速度就消失了 一个小时后 刘峰拜托了楚天河让所有人出来集合 这惹得了一群人不小的抱怨 尤其是刘峰的前女友沈倩更是破口大骂 这时楚天河开口 刚得到消息 我们终于有人感染丧尸病毒 明天就是进入幸存者基地了 现在必须立马将他找出来 这时刘峰废话不多说 拔刀直指王坚道 王坚出来 这时沈倩听到立马不乐意了 闭嘴蠢才 你居然还袒护他 刘峰别管了 快杀了王坚 哈哈 杀我 为什么杀我 你根本就不敢动手吧 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 在末世里感动我的人 找死 沈倩还在质问刘峰为什么杀他 这时的王坚还没死透 沈倩才终于知道 自己种下了多么可怕的恶果 刘峰收刀转身 再见了 我的过去 凯莉这时道 刚才的气势不错吗 你为我是在立威吗 不 没人能够威胁我的人 呼 凯莉长呼一口气 这怦然的感觉是心动吗 这时凯莉突然眼尖的丑道 不过 你口袋里的是什么东西 刘峰一看 What 这个胖刺 他是什么时候放我口袋里的 次日 路面三三两两的丧尸还在游荡 但少了城市中人员的秘籍和高楼的掩护 反而让刘峰感觉安心了起来 因为这一切危险自己都能看见 躺在车顶上的刘峰望着这番景象 难得的悠闲放松了下来 这时他想到了昨天就下的那三名女老师 他们还是没有答应加入避难所 一边是城北营地的大斗 一边是自己前途不明的避难所 世人当然都会选大斗 这时福叔打开了天窗 原来你在这儿啊 福叔 刘峰好奇询问道 看你好像懂得不少啊 之前是做什么的 福叔却颇为神秘道 其实我是森林计划的研究员 专门研究雄性激素基因 对大脑皮层的深度影响关系 刘峰听完也是震惊了 果然好高端 怪不得这么厉害 这时孙女的一句话 却直接让刘峰破坊 不就是秃头生发项目吗 爷爷说的这么高大上 这时福叔突然指着前方道 哦你看 快到了 刘峰望着这林立在地面上的钢铁堡垒 还处在建设中就已经颇具气势 难难自语 城北基地 郑天雄吗 而此时车队之前停留的森林 那名跟在失潮之中的丧尸 居然再次出现 此时车队停留过的地方 一只丧尸走了出来 他的头颅自行裂开 一个恶心的触手 居然向着死去的沈倩伸了过来 随后那只丧尸倒了下去 而沈倩居然开始慢慢起身 而身上的弹孔也开始慢慢愈合 这时他居然笑了一下 口中还难难 刘峰 我想我们会再次见面的 与此同时的城北基地大门口 伴随着车队的缓缓驶入 刘峰抬眼望着大门 心中有着小心思 这城墙还真的够宏伟啊 这时突然楚天河喊道 刘兄 你先办理入城手续 我就先去送难民们过去安顿了 回见 被刘峰救下的三名女子 也笑着跟刘峰打着招呼告别 小刘空闲了 别忘了来找我们玩忧 服输这时也打着招呼 我们先走了小刘 有机会过来找我们 他们都是身处默示被刘峰所救 身边的亲人能再见一面都成了奢望 所以这一别都甚是珍惜 目前看起来这城北基地还不错 刘峰刚走两步就被一人突然拦下 此人是负责检查进入难民感染情况的黄主任 对着刘峰手一指说道 有车的难民过这边来 你们的车和枪都被征用了 我们会兑换十公斤粮食补偿给你们 待会过那边的检疫 刘峰说自己是楚天河朋友 并且不缺粮食 能否通融下进去 黄主任这时却指着刘峰鼻子道 别拿这些人压我 没用 我可是研究院的人 不归他们管知道吗 研究院吗 看来这里也不太平了 这时一人冲出来不想交换 却被黄主任下令直接开枪 理由是怀疑这人被丧失感染 这时刘峰握住了背后的长刀 看这些人的装备 应该是和抓我妹妹的那些是同一方人 城北幸存者基地人员错综复杂 就在刘峰将要拔刀之时 凯莉拿着一个小盒子走了出来 黄主任立马露出一脸诸葛像 凯莉这时说道 刘主任不好意思 刚才冒犯了 我这里有几条烟 还麻烦您通融下 黄主任一听 这在末世可是硬货呀 看来你很懂规矩吗 说着就还想着朝凯莉靠近 这时刘峰直接就是一刀斩下 这时远处一个弹着硬币的少年 听见了黄主任的惨叫后 发出了一声轻一声 居然能让黄主任吃饼 叫得这么惨 看来我要等的猎物出现了呢 道歉了刘峰 这次是我大意了 没估算到自己的魅力因素 黄主任这时面色争鸣地喊道 快杀了他们 凯莉你先上车 这里交给我 这时刚才的少年赶了过来 一个念动力控制着华伦 一个飞铲踢在了黄主任的脸上 这时刘峰也出手了 一个磁力吸附 直接将两名持枪卫兵给掀翻了出去 少年激动地指着刘峰道 果然你也是变异者 难道你的也是念动力吗 变异者 这时起身的几人都没敢忘动 只有黄主任喊道 臭小子你到底是谁 本大爷正是城北基地四大势力之一的 变异者协会F级会员黄冰冰 还不快让我们的变异者兄弟进去 刘峰一听 四大势力吗 研究院现在又出一个变异者协会 那么还剩下的一个势力又是谁 看来这小小的城北 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刘峰刚刚来到了一座漠视避难所基地 就斩断了盘查人员黄主任的手臂 可是刚才还在阻拦的黄主任 这次却选择了放行 原因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少年 让他误以为刘峰也是变异者 这时黄主任偷偷在旁拿出了对讲机 连通了竹龙帮的频道 属于城北四大势力之一 帮我教训一个变异者 多代点人 点子扎手 这边的少年与刘峰互相介绍也熟络了起来 少年说自己叫黄冰冰 但名字听起来太娘 叫他黄冰就行 说自己只是刚入门的F级变异者 最多也就只能操控轮子大小的物品 不过多年后肯定会成为一方大佬 这时行至不远 黄冰再次介绍道 这里是由城北工业区为基础 加上最近修建的围墙 拥有一定的工业生产力 人口也有着134万 而城北分为三个区 中区为工业区 也是防卫军 生产工人 有工之人和他们的家属居住的地方 普通人想入内就需要有通行证才可以进去 里区都是精英官员和将领们 还有一些外国有人居住的地方 普通人基本进不去 而外区就是难民居住的地方 所有刚进城没有贡献的人都会安排在这里 也要观察是否被丧失感染 加入我们变异者协会吧 还有推荐人写我的名字 这样我会有肉罐头 走吧上你的车 我带你去居住地 行至一路 刘峰看见的都是食不果腹的人们 刘峰问道 话说不会给我分的就是这么烂的房子吧 不会 到了你看 刘峰一瞅 这还不如刚才那个木板房了吧 黄冰解释道 刚才那是外区的中心区 而我们这是中区的外区 当然要比这好点 不过加入一变者协会 到时候只要水平达到B级 就可以在中区分到水泥房子 这时刘峰掏出了一个 他地下避难所特产的罐头的 对了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这个作为报酬给你吧 可这笑容刘峰看了居然会有一点心动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待刘峰多想 这时黄冰就撞开了帐篷 走了刘峰哥 记得明天一变者协会呦 可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也出现在了帐篷外 城北第四大势力 地级变异者 竹龙帮二当家徐柱 带着一群人找了过来 刘峰拥有着一座 可以满足你一切幻想的末世地下场 这绝对是能让你看得又爽又然的一部分 但硬是要找出一点瑕疵 那肯定就是刘峰他笑的时候不会歪嘴 并且还要故作频繁的来城北避难所打工 这时城北竹龙帮的二当家徐柱前来找麻烦 说刘峰刚来就得罪了他得罪不起的人物 狙击手紫英直接抬起了他那500米外头发丝都能打中的枪 对准了徐柱的脑门 可徐柱却一点都不慌张 反而还伸出了一根手指摇了摇 因为他知道这城里禁止开枪 否则就会成为一切势力的功敌 但是变异者却不一样 变异者与变异者之间的切磋不归基地管 徐柱这时一副批出 原来那个大死纪念动力的娃就是你 没用的废物 老子的身体对机械的改造排意几乎为零 变异榜第247 地级机械之躯 根本不怕你们 这时刘峰拔刀 喂 斧头老 要不咱们来过几招 徐柱这时也盯上了刘峰身上穿的铠甲 其实早也描上了徐柱的手臂 如果你输了就把你的机械左臂送我吧 好啊小子 眼光不错嘛 那么之前咱们就先来握个手吧 改造 他的身体基本都是机械改装 我可以改造控制 突然刘峰灵机一动 有了 就改造这里 一旁小嘎嘎见徐柱这气势都在旁那喊助威 只有刘峰不慌不忙也不闪不闭 应该就快生效了吧 徐柱一斧子没拿住 直接劈在了刘峰身前的地面上 小嘎嘎们也是愣了一秒 旋即就又喊了起来 但是这该死的感觉 怎么就像是有人在我的肚子里 这感觉就像是黑暗划墙和卖瓜人在我肚子里打斗一般 而外面的小嘎嘎们确实激动坏了 就是这个姿势 没想到我张大嘴能有幸看到二当家的绝学奥义 猛虎下山崭 徐柱双手捧着自己的斧子 可气门出的堵塞感让他瑟瑟发抖的也不敢动他 难道真的是他弄的鬼 可我是机械之躯啊 这时流风刀都不用打 只轻轻的一拳打在徐柱的脸上 可恶小鬼 还没刚一用力 一道扑丝声就从后方传来 让他泄了气 一旁的张大嘴又开始讲解道 我懂啊 这一定就是老大猛虎下山的核心轰鸣声 二当家的不愧是武术是假 传闻他们家的绝学 猛虎下山崭 一旦释放全身肌肉就会发出扑扑扑的碰撞声 而这才是无上武学的真正威力表现 二当家的当初可就是用这招跨级劈死了好几个C级变异者呢 徐柱听的那是一阵无语 这帮带来的小嘎嘎忙是一个都帮不上 嫁黑是倒是嫁的挺溜乎 他视线憋的都已经开始模糊 这时突然又是被惊得一阵清醒 一个猛虎扑时就朝着旁边扑去 随后就趴在地上吐了起来 旁边人都是背下的脸色黑白 至于为什么出来的方式不对 这都需要让先前对徐柱用了改造能力的刘峰来做解设 刘峰此时走道已经毫无反抗 更是连头都不敢抬起的徐柱面前 你的这条机械手臂我可就收下了 这时等黄冰走后 夜晚的几人在帐篷内围着炉火商量道 凯莉这时道 如今我们已经顺利进入到城北基地 接下来的主要目标就是调查郑天雄了 次要的还可以在这里招收些难民来扩充避难所的人口 但是显然直接去找郑天雄是不可能的 门外检查人员你们也都看见了都是他的人 显然证明研究院在这里的势力很大 如果直接硬闯很可能直接就会被拿下 众人都在一筹莫展之时 凯莉又抛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那就是郑天雄一直在凯莉研究所里四下寻找的东西 纳米科技人工智能微型机器人 并且这项科技还能运用在各个尖端领域 但是末世前一直都是凯莉的管家在推进这个项目 他们必须要先找到这位管家才能拿到纳米科技的实验样品 一日凯莉决定跟着刘峰一起外出 找寻他们家族会留下的特殊记号 毕竟这个记号只有家族人才能使的 自己一人出来又太过不方便 这时他们在一处水坝的墙角 发现了凯莉所说的三个K的标记 带他们进入水坝后 一个人隐从角落的阴影处缓缓出现 这时的凯莉回头 发现门外的记号居然就是自己要找的管家凯恩留的 老凯恩一把握住凯莉的手道 真的是太好了 终于撑到了小姐来找到我了 这样我就是死也能瞑目了 这时凯莉又介绍道 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刘峰 我现在在为她工作 老凯恩听完又忍不住落泪 小姐对不起 都是我无能 才让这么高贵的你被这样的一头猪给拱了 这时他们坐在桌子上聊了会家常后 凯恩说自己在漠视爆发时 就将实验项目运到了K3底下的研究所 然后就来到了城北基地等待小姐了 并且说自己留下了地址照片 刘峰一看你这特 都是留下了个啥 随即管家便又是换了张 这才说到 说那K3研究所就隐藏在十公里外的 新安小镇的钟楼地下附一层 这时一阵吵闹吸引了刘峰 可随后这个女人又突然暴起 你们刚刚跟我打赌能喝三杯书了 还没给钱就想走 光头老起身摸了摸自己的脸道 可恶 这个女人真的太嚣张了 刚遇要挥来的手却被刘峰一把抓住 不要对女人出手啊笨蛋 这时二人全风都转向了刘峰 小子你算什么东西 这时刘峰先是抓住了光头老的手臂 照着他先来了一胳膊中 随后又是直接一个飞踹 将另外一名踹飞了出去 经系统力量强化过多次的刘峰身体素质 那肯定没得说 直接就给他踹到了对面楼的墙里 随后那名女子见危机解决 居然直接倒下就开始睡了起来 领承着救人就到底的思想 刘峰先给他安置在了自己的帐篷里 随后系统居然主动给触发了一个橙色任务 这么主动的系统还是第一次 任务发布内容就是让刘峰获取奈米核心科技 完成后奖励避难所新的科技术 并且附带2000积分 这时正在刘峰思索之际 一个恐怖阴影袭来 一把就扑向了刘峰 小兄弟再来喝几杯啊 外面丧失横行 这个女人还敢喝得大醉 随后清醒过来后自我介绍道 我叫秦牧 是一间诊所的医师 不过随后品了一口刘峰递过来的咖啡 使他震惊了 在墨室里你们居然还能有这么珍贵的东西 不过这个女人也不简单 只是简单接触到了刘峰的身体 就看出了他身体消耗过大 还给出了善意的提醒 记得多补补身子 这时临走前拿走了刘峰的一盒罐头 说是算作诊费吧 又甩出了自己的名片 看到名片后更加坚定了刘峰 想要拉他入伙自己避难所的想法 居然还可以医治基因暴走 虽然刘峰不晓得这是什么 但是觉得这个女医师应该有点东西 随后在医师走后 刘峰也按照了约定来到了变异者协会 黄斌早早的就再次等候 说到今天可是副会长助手 亲自当你的测试官你可有福了 进入协会后 刘峰发现里面熙熙攘攘的都是人群 这些人应该都是变异者 守在这里是为了能揭取到 对自己更有利的任务 这时黄斌介绍道 副会长在二楼等着我们 先上去吧 这时原本在桌前围坐的一人 突然站了起来 他清楚的桌面都被炙热的温度一分为两半 这时黄斌叫道 不好 是变异者抱走了 刘峰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什么 这时一带着黑衣陡立的女子破窗而入 直接一刀击在了抱走者的手臂处将其制服 刘峰心道 这女人不简单啊 此人正是副会长 S级隐秘者穿来莫奈 同样也看着刘峰问道 用刀的陌生脸 你是谁 黄冰冰此时说道 副会长是我呀 他就是我拉来的新变异者 这时川赖莫奈对着身后一人道 先去找医生救人 你们跟我来二楼吧 这时在上楼的路上 刘峰在黄冰这里了解道 变异者一部分人还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 一旦抱走就会六亲不认 甚至还可能变成变异种 这也是为什么协会需要高级变异者坐镇的原因 刘峰此时思索道 这情况听着好像和我妹妹的有点相似 难道这里的医师真的可以治疗 刘峰在来到测试室后 才知道这个默示他的能力并不是唯一 但即便是他隐藏掉自己部分的改造能力 只用出了自己的附魔和修复天赋 也依然让协会的副会长震惊 当即就给刘峰跪了下来 请求他能否修复自己的爱刀 血伦丸 其实这种能力在研究院里也有几位 但却非常稀少 此刀是他家族宁刀 自幼便陪伴他长大 但却在一次斩杀便一丧尸时碎裂了 他承诺刘峰若能修复必有重血 会长请起 这时刘峰扶起川岚莫奈道 我也是爱刀之人 这点小盲包在我身上 系统在身那就不可能有他修复不了的武器 修复后的血伦丸不仅直接被评级为一甲 并且还附带了锋利加一 斩金断铁 川岚莫奈也是直接敬佩的公身道谢 并且直接被评价为了一级变异者 只要再完成一次强制任务 就可以成为变异者协会正式成员 并且莫奈还承诺会在其完成任务后 送给他一份大礼 黄冰这时也非常激动 要知全程加起来也只有三位SS级变异者 而协会也只有两名S级 刘峰此时也给自身做出了评价 只用了一部分能力就有了一级 看来是锻造能力有加分较多 综合下来自己应该也能在S级附近徘徊 这时接待员见到居然是副会长 亲自带领刘峰过来办理登记手续 也是非常惊讶 直接就恭敬地给刘峰递过了任务 让其自行选取 黄冰还在劝解 峰哥你是辅助类的 尽量不要出城犯险 但刘峰却是看了任务后想都不想 果断选择了地级的探索心安镇任务 因为他正好要找机会 顺便探索K3研究所的下落 刘峰刚在变异者协会接了任务 这时秦医生也赶了过来 刘峰望着他给抱走的变异者 打了一针后 居然真的就平静了下来 真的有效 难道他有血清 这时刘峰问道 我妹妹也有类似的症状 你的血清能治疗吗 你说的是变异者抱走症吗 去我的诊所聊吧 这可是要收救诊费的哦 随后在回去的途中 他直接将得到的诊费 全部换成了食物 而刘峰也充当了一路的苦力 这时刘峰介绍道 我妹妹是变异过程中被打断的 现在状态不太好 有针对她的疫苗吗 秦医生一听来了兴趣 什么 变异过程中被打断了 快带我去看看 刘峰没想到这秦医生 还是个研究工作狂 顿时到秦医生你冷静点 我妹妹现在不在城里 下次我再带她过来吧 秦木揉搓着下巴 我的血清估计对她没用 不过一支药剂得需要我 见过她本人才能具体的研制 不过我在一遍者协会 接了个心安镇的任务 需要后天带你去见我妹妹吧 你居然也是个变异者 说不定我们很快就能见面了 不过看在你救我的份上 跟你走一趟也不是不行 五个罐头 刘峰心想这婆娘还真的是贪财啊 这时门外一群孩子走了进来 对不起姐姐我们不知道你有客人 可是我们实在是太饿了 没事 都过来吧 看着秦木的表情流风疑惑了 秦木拿出了今天带着流风 刚买的那些食物 给这些孩子都分发了下去 其中就有一个流风避难所的罐头 原来他这么贪是为了这些孩子们吗 想必你一定也好奇我 为什么这么做吧 城北在刚建立不久 是我遭人背叛 被人当作尸体抛在了外区垃圾场 当时若换成一般人 或许早把我卖去了黑市 但是这群孩子出现救了我 并且还把他们仅存的一点食物 拿出来让给了我 让我活了下来 那时我就明白 就算是为了他们 我也不能轻易地死去 因为他们就是这座黑暗城市里的一束光 谢谢秦姐姐 我们走了 可就在这时一个老熟人出现了 秦医生 你欠的钱什么时候还呀 糟糕了 是他们 一定是刚才买东西的时候 被他们手下看见了 秦医生或许我可以帮你 不行 就算你是变异者也不一定能搞定 我不能连累你 获得一心二用天赋 秦木在末世中开着双刀 是种什么体验 就在前一秒 刘峰又遇到了 刚从陋祥阴影中走出来的徐柱 可下一秒 徐柱就又不淡定了 嗨 又见面了 刘峰直接用出训报权 秦木刚赶出来 还没来得及出口阻止 发现地级的徐柱就被秒了 回去告诉你们的老大 这里有我一级变异者刘峰管了 谁敢再来找秦医生的麻烦 这就是下场 秦木望着刘峰的背影 好厉害 或许他能够帮我复仇 哎 没想到耽误了这么久 看来奴隶市场已经关门了 秦木说自己对奴隶头子有救命之恩 下次可以带他介绍认识 这时闲下来的刘峰再次调出了自己的控制面板 明天就要出发任务了 是时候先强化一波自己了 望着这新获得的积分和属性技能点 功夫大师能提高近战直觉 闪避 武器熟练度 八级衍生出了赛博武学这种逆天能力 光这一个高级天赋就让他变得很强 既然如此就一条路走到黑 直接升到16级看有什么惊喜吧 另外属性也全加力量 BB 一阵系统提示 功夫大师升至16级 获得新天赋一星两用 可用两只手同时使用近战武器 当双手使用时武器伤害增加两倍 刘峰一看 这双手持武器没什么 但这增加两倍的伤害就是重点了呀 前期可能不明显 但百分比永远要比顾伤更适合大后期 这时又抓起了徐柱之前的机械阻弊 能配合双刀的武器我也想好了 改造 恭喜功夫全套升至三级 获得螳螂刀 一星二用二刀流 B级螳螂刀再配合B级电磁刀 剩下的积分就给李星再配把武器 明天让他通过传送阵赶过来 就可以出发目标新安镇了 别人买手机送天魔 刘峰买手机送漠视系统 这对于身处漠视的他简直就是白捡的外挂呀 这次的任务除了常规几人外 秦医生也随行跟来了 不仅如此还招募了一批赏金猎人 调查新安镇前几天驻军突然失联的问题 车队一行行至此 发现空荡荡的街道了虽然残破不堪还有血迹 但是却是安静的连一根针落地都细微可闻 无疑这可能已经沦为了一座死镇 到底是什么东西 刘峰还警觉地发现 这里的一切事物都还保留在原本的正常轨迹上停留 但是一切生命体 包括小动物 都仿若突然蒸发了一般 这时拥兵们也走了进来 喂 小嫩皮们 别在这爱手爱脚地挡到 出去凉快去吧 像是被强行揉搓在一起 好多丧尸拼接出来的怪物出现在了他面前 如此奇怪的丧尸所有人都是第一次见到 楚天和立马对雇佣小队们下令 快朝着枪械库移动 普通枪械根本没有 那里有重武器 这边的流风剑状也是赶紧安排的 理心理先用隐身斗篷保护好秦医生 我和凯莉这边立马前往K3研究所 说罢一马当先 带着凯莉道 走 这边刚才的那位赏金猎人小队长打的是枪口冒烟 不谢道 也没什么多了不起 可这时被轰弯的合体丧尸居然还没死 并且还朝着他们扑了过来 几个小嘎嘎瞬间躺枪小伴 而这种丧尸居然还不止一只 流风这边遇到的不仅有人体 还有动物的 这时流风用上了他赛博武学的一个主动技能 挥出了电磁斩 威力大 但无奈CD9 这么下去早晚的量 而且这种多头丧尸 有几个头就能有几条命 并且随时还可能再次融合 赏金小队长望着被融合进去的同伴 怎么也下不了手 流风这时一刀斩击就下了赏金猎人小队长 可就在这时凯莉的一声惊呼 居然是从空中传了下来 这下完了 丧尸的能力居然超过了主角 无限融合不说 还净化出了翅膀 一个头颅一条命 这升级的速度比我们主角都要快 流风一拳打爆了一只 系统检测中 恭喜宿主首次击杀融合型突变丧尸 切记 别让他们吃得太多 流风望着那头颅叠加起来的巨大丧尸 别吃你妹啊 这么多条命 还打个毛线 溜了溜了 这时凯莉的一声惊呼让流风停下了脚步 一群小赏金猎人们直接都看猛低了 这回飞的丧尸还真就都没见过 而且是成群结队的还不止一只 而且这群飞行丧尸的灵活度远超地面上 居然连子弹都能躲过去 显然在智力上应该也不弱 这时丧尸大军从地面和天空发起联合进攻 普通人对上了无疑就是在找死 赏金猎人并非变异者 纷纷落荒四散 口中喊道 凯莉等着我 随后又掏出弩剑射向了抱着凯莉的那只飞行丧尸 虽然重剑 两只头颅的飞行丧尸并没有挂掉 反而是让它变得警觉飞得更远 要被带回尸巢的话可就完蛋了 这时凯莉从大炸弹处摸出了藏着的左轮手枪 就算是摔死 我也不会跟着你回尸巢 凯莉眼中闪过一丝晶莹的泪花 闭上了双毛 至少我不是被咬死的 少了我这个雷坠 刘峰他应该会走得更远吧 危机时刻刘峰直接攻斧拳套铁钳启动 等待良久的落地感并没有传来 只感觉身体异暖 可落地的两人都还没来得及煽情呢 头顶的大钟由于冲击力就光当一声落了下来 两人瞬间猛逼 这下不是要玩犊子了吧 在末世中遭遇融合型多头丧尸无疑是最可怕的 杀一只就相当于要杀一群不说 成群结队的来纳 无疑可敌过一只小型军团了 主角刘峰躲在大钟里虽然逃过了一劫 可这出去却成了问题 而刘峰此时最慌的还不是这个 总裁凯莉居然这时觉醒了一个特殊的属性 这你妈 猎物皮是个什么鬼啊 系统 关键时刻你们给送点有用的技能部 这时的凯莉却道出了她的心声 其实她虽然表面强势 实际则比任何人都害怕死亡 因为她还大仇未保 心愿未了 她不甘心被这漠视就这么夺走了她的一切 这时的刘峰也显得手足无措了起来 莎莎丧尸还行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此时的凯莉 这时的凯莉还以为刘峰也在为被困而发愁 说道 怎么 你也会觉得害怕吗 害怕 以刘峰这性格肯定是忍不了啊 直接到了剧 王牌飞行员申请出战 远处的傻队友李星此刻还不知道刘峰两人被困的事情 只听见远处钟楼声一阵阵的框框的敲钟声 没去救援部说 还和秦医生闲聊了起来 秦医生 你说这是哪个脑残啊 都敲了几个小时了 不怕引来丧尸吗 此后响了一夜的钟楼 再联想起钟楼怪谈的传说 他俩一夜市都没敢合眼 以至于这件事过去了很久 都在李星和秦医生的心里留下不小的阴影 一日钟楼那一层 解决完了最后几只丧尸的刘峰问道 怎么样了凯莉 入口找到了吗 在一处雕像处 凯莉通过瞳孔扫描确认了身份 找到了 K3研究所就在底下 这时大门也慢慢打开 福克斯家族家主 凯莉福克斯允许进入研究所 此时另一边的赏金小队长 也逃到了一座商场处 发现有门的他立马推门走了进去 进去后的他竟然发现里面还坐着一个人 并且还笑呵呵的和他打了个招呼 正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刻 这副交好的皮囊下竟然钻出了一个丧尸 伴随着一声惨叫 赏金小队长直接凉凉 另一边的李星秦医生两人 为了给孩子们寻找抗生素 触动了警报也引来了成群的丧尸 幸好两人在拼命逃窜间遇到了一处窄墙 可刘峰这边就不妙了 进入地下研究所后 里面的工作人员全都变成了丧尸聚集在入口处 好在这时的刘峰发现了角落处的一台发电机和灭火器 拥有改造能力的他立马将两者融合成了闪电灭火器 伴随着这一下的爆炸 也侥幸地将入口处的丧尸清理了个干净 内米核心科技应该就在里面了 可伴随着再次打开大门的他们震惊了 这到底是个什么变异种 而且他为什么会停留在内米科技的实验室内 系统检测 精英级融合丧尸 独眼 击杀可获得一千击分 可恶 看来这家伙的实力至少在语言之间 这还是我第一次面对真正的精英级 三个头 看来不好对付 这时独眼的那只大眼陡然睁开 刘峰瞬间觉得自己脑瓜一阵 两条手臂这时也顿时失去了知觉 警告 精英级丧尸发动能力 双手暂时剥夺 刘峰心道 这下大意了 竟然一下就剥夺了我的近战能力 没想到精英级还有特殊能力 是那三个头一或者眼睛吗 这时狗头张开了嘴巴 一股绿色的液体朝着流风就喷射而来 望着近在咫尺的毒液 自己的双手依然不能动弹 此时这边的李星与秦医生两人 都被丧尸困在了粮仓位置的狭窄通道内 丧尸眼见实物在眼前却进不来 直接伸出了他那长舌头 这时的李星也瞅准了时机 一把拽住两只丧尸那生满道次的长舌头 顺势就是一番拉扯 狭窄的通道反而成了他更有利于对付丧尸的医长 直接轻松就结果了两只丧尸 这边出来后的秦医生看着李星的手掌 已然被丧尸舌头划伤 建议他立马截肢 不然感染就没救了 李星这时却笑到没事 自己早就打过疫苗了 并且还说出他们避难所内不仅安全 还有大量食物和病毒疫苗 秦医生听完有些心动了 毕竟城北科研部都还在研制阶段 刘峰又抛出过邀请 更是为了救过他的那群孩子 刘峰此时这边功夫芯片启动 用训报长挡下了绿色毒液 凯莉惊道 可以使用了吗 虽然没办法抬手 但是功夫全套可以通过芯片控制 可是能量不多了 目标锁定 铁拳发射 手臂依然没有恢复 看来不是这个头 这时丧尸开始格挡弩剑 难道是中间这个 这时的凯莉动了 她发现了只要不在独眼的视力范围 便不会被控制 此时刘峰用全套还存有的能量 吸引独眼注意 凯莉掏出左轮一枪命中独眼 刘峰这边双手瞬间也恢复了行动能力 直接一声剑来 再配合着一心两用二刀流一跃而起 这边出来刚要联系刘峰会合的 李星两人突然发现楼顶的一个人 立马就用战术隐身斗篷将两人盖了起来 敏锐的直觉告诉她 这很可能就是刘峰口中的星红女皇 刘峰这边刚斩杀完精英级独眼 身后居然再次传来一动 可恶 这个大眼睛也是个头吗 警告 附近有天灾级能量出现 请宿主马上撤离 一个血管直接洞穿了精英级独眼 随后一只脚踏了出来 赫然便是天灾级变一种 星红女皇李寒烟 想走看来是来不及了 刘峰望着李寒烟惊讶 这好像是又变强了 凯莉也是被盯得浑身发毛 一种窒息感传来 星红女皇伸出她的手掌 身体如血管般急速的瞬息 毒眼也在急速的干瘀 刘峰震惊 居然只一招就解决掉了 令我头疼不已的精英级丧尸 现在该怎么办 跑是肯定跑不掉啊 只能祈求着她对我还有印象了 这时李寒烟守一招 刘峰毫无反抗地就被拖拽了过去 星红的尖锐触手抵在她的眉间 不好 这是要完了吗 可她却只是轻微地嗅了嗅 系统因这时传来 她对你的血液很熟悉 似乎还有点印象 这时李寒烟再次出手 出手直指凯莉 似乎连拉近的意思都没有 想要直接吸收 刘峰健壮不好 给快点想办法救凯莉 情急之下的刘峰 居然对着天灾级的丧尸女皇李寒烟 直接吻了下去 不过这也让李寒烟的触手一顿 似乎是陷入了陈峰的回忆 修长的指甲划破刘峰的脸颊 竟直接用舌头舔了起来 警告 星红女皇吸收你的血液 气息被捕捉 以后你的位置会被她感应 伴随着李寒烟的转身 刘峰疑惑 他这究竟是在做什么 可看着他这个眼神 看来李阿姨还没有忘记我 还有救 此时城北研究所这边 郑院长出世了 心安镇出现巨大能量波动 郑天雄问道 是皈翼神教教主吗 确认完毕 是市中心排名世界第一的变异种 星红女皇苏醒 而且更可怕的是 它是我们一手创造出来的 对我们有仇 此时的郑天雄摘掉了眼镜 这些都不重要了 我总感觉有人在暗中破坏我们的计划 T1你继续带人在市中心搜索 凯莉的研究所寻找奈米核心 小心避开星红女皇的巢穴 带点物资去找地铁士族帮忙 无面去找出那个一直阻碍我的势力 这次T1道 新安镇那边的研究所不管了吗 不用管了 据我得到情报 奈米核心科技已经转移 奈米核心在三天前被运往市中心研究所了 我麾下研究所都有一条地下轨道 一旦研究所出问题系统 立马就将秘密项目转移到附近安全的研究所 地图显示被运往市中心弗雷格研究所了 这次刘峰这边的系统提示也传来 靠 这不亏大了呀 击沙融合型丧尸获得1000积分 获取奈米核心任务失败 1000积分未获得 变更新任务 前往弗雷格研究所获取奈米核心科技 奖励积分变更为1000 这次实验室内一阵语音提示也响起 实验室融合病毒泄漏已清除 凯莉也是疑惑 我的研究所怎么会有融合病毒 这时李星与秦木也走了进来 看来这就是导致整座小镇变异的病毒样本了 真是个有意思的病毒样本 这次秦医生手指点在了键盘上 我们聊聊这个病毒吧 没想到新安镇的地下会有着这么一座研究所 还在研制着病毒 而内米核心的副产物还能使机器人与病毒完美融合 随后直指落款 项目发起人可是你们福克斯家族 鼎鼎大名的福克斯家族组长凯莉 不对你麾下的研究所做个解释吗 我并不知道发起过这个项目 那要是你们家族里有人跟外人勾结呢 比如 郑天雄 什么 以前我们在你投资过的研究所工作 在那可是亲眼看见你们家族指派人跟郑天雄勾结 不过这融合病毒还是有作用的 或许我可以用它反向研制出玻璃变一种部分病毒的血清 延缓你妹妹的症状 太好了秦医生 加入我们的避难所吧 不及少年 秦木这时也打起了小算盘 听说你们避难所很大 而且还有丧尸病毒疫苗 与此同时的小镇地面上 楚天和小队等人还在奋力地阻击着丧尸 楚天和小队继续在路面阻击丧尸 坚守阵地 绝对不能放这群恶心的家伙过去 这时一只丧尸扑过来咬住了一名队员 楚天和惊到 怎么回事 为什么这里的丧尸和外面的都不一样 打不死 越来越多的队友受伤 楚天和用嘴咬开了一只手没拉环 奋力地甩了出去 倒炸过后 烟尘散去 一面骨盾露了出来 太可怕了 居然连机枪手雷都能挡下 伴随着一声爆炸 楚天和也跌落了出去 才几个月丧尸就进化得如此厉害 我们应该会战胜这群怪物的吧 如果是刘峰在的话 该会怎么做 说时池内是快 刘峰手持长刀 一个跳跃就来到了丧尸被捕 顺势就直刺了下去 随后沉颜正色道 没事吧老楚 那我可就要继续上了 楚天和还没来得及出炎阻止 刘峰已然冲了上去 顿时斩击在丧尸骨盾上之后 刀尖直接崩飞 刘峰一看 卧靠 我只是想继续装个茶 有这么难吗 不过还好 幸亏在十分钟前 我已经将粮仓所有的粮食传送回了基地 等明天传送再次冷却完毕 便可以传送更多的人回基地 也就是在那回 凯莉找到了一个不得了的东西 她伸手递给了刘峰 看看吧 能不能用 接过后的刘峰满脸兴奋 功夫全套再次进化 以及 奈米冲击全套 此时刘峰召唤出了拳套 一击轰在了那只骨盾丧尸的骨盾上 伴随着一声轰隆隆的爆炸 子弹刀枪都不入的骨盾丧尸 直接被轰得四分五裂 如此强悍的攻击力 看得其他小队成员都是惊骇 这 真的还是人可以达到的力量吗 而此时刘峰不知道的是 至此她的权魔称号 更是代替了末世剑圣传播进了人们心里 半个小时后的城北基地门口 刘峰一群人驾车返回 凯莉也是精明 特意让刘峰留下了两车粮食带回来 这样也可以让他们打好关系 方便以后计划的进一步实施 此时行过城门的刘峰 却被人群中一道熟悉的身影吸引 沈倩 可她先前明明死在了小树林 怎么可能还活着 原本前几天被丧尸咬伤暴毙的沈倩居然活了过来 刘峰望着其背影疑惑 但也来不及她细想便已经擦肩而过 随后便随着秦医生来到了 城北幸存者基地最大的奴隶市场 准备用系统功能筛选出一批可以加入避难所的人员 目前距离下一级避难所升级 唯一缺的就是人才 奴隶市场老板张力也是呵呵一笑 刘公子全魔之名 如为怪 再加上秦医生的面子 一定给你挑出最好的 随后看着张力带出来的两人 刘峰眼神一鸣 这张老板不简单 是觉得我会看见美女就走不动 然后就上了你的套吗 把我刘峰当成什么人 你以为我专门找你就是为了这些 张老板也是一脸的不知所措 你的鼻血可不会这样认为啊 难道不是吗 快把你手上的人都叫过来 我要亲自挑选 张老板一听 这是要来大生意 随后没一会市场里所有的人便被集结了出来 张力笑呵呵地对着刘峰道 正好三百人 刘峰经过半小时的挑选 自身带技能属性的也就那么几个 原本还以为能挑出很多 看来出技能的概率还是很稀缺的 还是要从其他普通的人中 挑出一些对避难所没有乐意的 完成这最后一项人口任务 避难所也就可以完成升级了 经过三小时的筛选 刘峰总共挑出120人 而张力给出的价格是200个罐头或是30个弹价 这些物资对于刘峰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 便交由了凯莉 而现在最重要要做的就是将这群人带回避难所 随后就可以将避难所升级 解锁枪械涂纸 伴随着一阵汽车隐形轰鸣声 一队车队行至一处荒郊野外 一群人下车后都是满脸疑惑 说好的避难所 这明明是荒漠呀哪里来的基地 末世中最实用的东西恐怕就是传送门了 这次刘峰决定先用传送将这批系统选定的人 带回地下避难所 用以完成系统发布的最后一项人口任务 来完成地下城升级 众人听刘峰介绍里面不仅有吃有住 还全天24小时热水供应 都是你一言我一语的议论起来 从原本奴隶生活突然变得正常起来 简直都纷纷感觉自己生活在天堂 都高呼着刘峰首领万岁 这次变异者协会的副会长川奈莫奈在刘峰演说完走了出来 令刘峰惊讶的是 自己走了这么远找的荒芜人烟地方开启传送阵 都能被其找到 对方若不现身自己还未发现其踪迹 这S级隐秘者的实力 当真是可怕 这次川奈莫奈将一把刀递了出来 听说你的刀在完成上个任务时段了 这把名为 妖刀雪赖 是我家族的名刀 也当是我答应你加入协会后第一个任务的见面里 刘峰接过后拔开一看 真不愧是斩钢断铁阶级武器 好锋利的刀身 随后又递给了刘峰一张领及变异者证明 等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后来一趟协会吧 会长听闻你的能力后也很是想要见你 随后等川奈莫奈走后 刘峰举起一摇刀雪赖阵地高呼 都排好队伍 我们准备回家 随后伴随着LB难所传送室内的传送法阵亮起 刘峰里心凯丽龙轩一群人走了出来 一旁等候的小孙和沙拉都激动到 是所长回来了 随后一群人也陆续跟着传送了过来 来的人都瞪大了眼睛 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幕 这也太大太震撼了 随后刘峰指引着大家来到前面的空地 欢迎来到LB难所 伴随着人员的全部到齐 系统因这事也想起 LB难所人数突破100 头衔升级 LV3末式精英 解锁枪械制造所 消耗160积分 立即建造 将于明天完工 一群人见着墙上突然伸出的机械手臂 又是忍不住的一阵惊呼 好厉害的高科技 这时李雨轩也推着餐车走了过来 吆喝道 吃晚饭了 咱们这24小时热水供应床铺充足 只要努力大家都有饭吃哟 这么一来地下城也算初步的小有规模 望着景象刘峰也开心笑道 好 大家解散休息 其他的事情明天再说 一日刘峰先是带着秦医生来到医疗室 末世中的医生是个不可或缺的职业 更何况秦医生的能力不俗 或许可以帮刘峰研制出控制妹妹病情的疫苗 打开门后的秦医生感叹 一个地下城内的医疗室环境 还真是出乎意料的好 刘峰这边也做着介绍 医疗室分为两间 外面是床位 而里面则是研究室 目前还是空缺状态 作为一个天生研究狂的人 秦医生一听就来了兴趣 进入一看更是大开眼界 设备不仅正常运行随时可以做研究 更棒的是居然全都是先进的人工智能 虽然地方看着小了点 但比他先前见过的研究室 绝对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刘峰观察出秦医生的表情 也开始顺杆子爬到 怎么样觉得如何 若是愿意的话 你也可以带上那些孩子 一起过来读书学习 正好我也准备筹建开设学院 毕竟秦医生到目前 还未真正答应刘峰愿意入住避难所 只是提前过来看看环境 实际秦医生看着这些设备 和避难所的环境也已经心动 但却还有自己的苦衷 于是对着刘峰道 刚好你这里有险危机 我先帮你看看 融合病毒的事能不能解决 研究了一会的秦医生 表示自己可以逆想研究 用融合病毒推理出疫苗 但是前提是 他得要刘峰答应他一个条件 也算是免费帮刘峰研制出 黑血并抑制血清的交换 那就是将他诊所周围 曾经救过他的那群孩子 接来地下城内 而他自己则还有一件 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刘峰也猜测出他会这么说 大概也知道 他心中的那件事是什么 便开口道 或许我们有着同样的敌人 说不定我还可以帮上忙哦 这时却是一阵系统因传来 枪械制造所修建完成 目前避难所可以升至LV3 刘峰便大步朝着枪械 锁锁锁在方向跑去 走过去看他 望着眼前全智能的流水线 紧紧有条的运作 这可是他一直梦寐以求 想要建设的东西 如今终于实现了 各种零部件在生产完成后 被机械手臂抓住传送了下来 这时凯莉几元也同样赶了过来 望着这些生产出的武器 就连李星龙轩这种枪械老手 望着都不由得颇为惊讶 这做工品质简直堪称得上完美 而龙轩这种的王牌狙击手 则是关心着能不能生产出 适合他的狙击枪 凯莉这时打开了控制面板 介绍道 目前一级枪械库 能制造出的几种武器都在这里 而且还配套了可用的子弹 避难所之前扫荡周围物资 还结于下了667点地下城资源点 而这资源点只属于地下城 和刘峰本身的积分商城所用的积分 还是各自分开的 以目前的资源点储备 造出个百人武装应该是完全不成问题 李星这事业提议 现在机会成熟 应该修建靶场训练我们的避难所警卫队 刘峰也觉着可行 便点头将此事全权交由李星龙轩负责 而他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抓紧商讨计划 看如何前往拥有百万丧失的市中心 拿到那那米核心科技 积分还不足 刘峰必须在前往市中心前 做最后一步准备 周围的资源点必须先占领下来 而这些地方不仅可以完成 每月系统发布的任务获得奖定 本身的物资也可以转换资源点 兑换各种物品 最后一步便是前往市中心找到那米核心 了解郑天雄的阴谋 但是市中心的丧失要高达百万之多 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是不可能轻松完成的 所以还需要见识 众人都对凯莉投来询问的目光 到底如何去见 其实先前所长就已经把一切都铺垫好了 所长两次救了楚天和帮气完成任务 还送了两大车的粮食 如今知道到时候搭上他们大队伍的顺风车 就可以轻松前往市中心 刘峰最后做了总结 真不愧是你啊凯莉 计划都被你们看出来了 看来还是我隐藏的不够好 但此时刘峰的内心却是这样的 尼玛 吓死我了 他们怎么都这么聪明 我一句话还没说 策略就商量出来了 一日 刘峰小队整理好出发附近的游库 此时的凯莉到 通过卫星侦测 前方游场有几十只丧尸 占领后最少可以获得三百资源点 这还没有算上任务完成的奖励 刘峰望着凯莉的背影 昨天她可是亲眼见到凯莉 为了也能参加任务训练到横满 果然女强人在任何时候都还是很要强了 此时的刘峰抽出妖刀血来 前方游库的丧尸竟只有明火引起爆炸 所以只能靠冷兵器了 之前在卫星的探测下显示里面的丧尸并不多 可能也没有突变系 相对来说咱们这次的任务应该不难 而我们只需要把丧尸一批批次的引过来解决掉就好了 如此重任 没毛病的落在了欧比身上 刘峰与凯莉两人则是负责在旁斩杀丧尸 随着几人的斩杀 外围丧尸很快便被清理 这是一只巨大黑影出现在了凯莉身后 一只长相怪异的突变及丧尸毒囊 朝着凯莉跑来 牧师中这样的一只丧尸出现 也太恶心了吧 伴随着刘峰的一刀麾下 还带着酸性毒液的剑舌 好在武器自带了一招技能残月保命 伴随着酸性毒液的被燃烧殆尽 刘峰望着手中的腰刀血赖 不愧是一极的武器 如此实力 震惊地让一旁女总裁凯莉 看得都不想再努力了 伴随着十分钟过后 游场外的丧尸基本清理干净 OB还需要多久 一会接通电源打开大门 在清理完大楼内主控制室的丧尸 这次占领游场的任务 就算是完成了 终于伴随着一阵咔咔声 游场外电动的大铁门也缓缓升起 刘峰率先就冲了进去 可是进入后的三人 只发现出满地尸体外 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 有游荡的丧尸 而且这些人死状怪异 却全都没有尸便 正在三人百思不得其解释 头顶的广播响了起来 救命啊 有人吗 快来主控制室救救我 虽然这声音听上去颇为怪异 而且如今的广播声音 居然也没有引来丧失 但是刘峰的目的地 也是主控制室 不管里面有什么 但为了完成任务 也只能前往 此时电力恢复 三人这次便直接乘电梯 来到五楼 广播声这次也仿佛 有着眼睛再次响起 你们终于来了 走廊的尽头可还有些丧失哦 你们要小心哦 出了电梯的凯莉 此时与刘峰并排走在前方 这次的我不会再躲在你的身后 刘峰此时也暗暗投去赞许的目光 漠视之中自身的实力才是王道 一味的花瓶肯定不是长久之计 果然没有看错人 可在欧比的眼中却是这样的 七 两只恩爱狗 天天秀 很快三人走进了五楼的大厅 昏暗的走廊让几人都戒备地拔出了武器 刘峰也出言提醒 各位小心 明知有丧失却看不见 才是最可怕 欧比此时还一脸气鼓鼓 我可不是你 身边站着凯莉 这次身边突然什么东西 碰了他一下 欧比还以为是刘峰 走开啊刘峰 我可不是你这套啊 欧比你在说啥 我在你前面呢 这下欧比慌了 转头一看 这你马 是丧失舌头啊 丧失发出强烈的吼叫 凯莉转身喊道 欧比低头 弩剑击在了丧失身上 居然被弹开了 刘峰按道 好坚硬的外壳 此时系统提示也传来 突变级丧失 红猴之爪 最可怕的是这种丧失 他是群居 而凯莉和欧比同时被抓 刘峰该先救谁 这绝对是个男人 无法抉择的千古难题 凯莉和欧比同时被缠住 这群丧失简直就如豺狼一般 是在故意同时缠住 两人逼着我做选择 而且还远不止眼前的这三只 刘峰挥刀斩向身后那只丧失时 其他两只也同时开始拖拽凯莉和欧比 刘峰按道糟糕 这下真的只能救一个了 凯莉此时也陷入沉思 这感觉简直就和当时四年前的一样 当时那猪头的表情就跟现在这个丧失一样 都以为能吃定我了 此时凯莉越想越气 一股超乎寻常的力量爆发 曾经的福布斯榜女总裁可不是花瓶 对着丧失就是抱头一脚 刘峰也瞅准机会在解除无比的危机后 再次冲上救下了凯莉 就在两人情不自禁的四唇相碰之时 真正的Boss登场了 红猴之爪精英级首领 看来这群家伙不仅具备群军属性 习性更是类似豺狼 大家小心了 精英丧失首领一声吼叫便朝着这边冲来 面对突然袭来的利爪 刘峰堪堪躲过 好快的速度 此时拔出腰刀血赖的刘峰突一声大喝 来而不枉飞力 直接攻附大师启动后 刀身泛起金色光芒 一套乱法斩机的丧失连连后退 但也是心惊地不敢停手 因为并未有太多实质伤害 一旦让其反击后果不堪设想 随后又是跳起用出了动力拳套 这已经是他目前的最强一击 趁着反正间隙的刘峰道 不必快去开门 还需要多久 三分钟 这家伙的骨骼装甲坚硬无比 而且嗅觉也异常灵敏 连我的动力拳套都不能击碎他的手臂 这次刘峰的系统分析道 红猴首领是防御特化型精英 骨骼跟血肉紧密相连 肌肉为外骨骼提供了减震 一次无法击碎 目前拳套技能还在CD 这次刘峰还真是怀念了能拥有远程攻击的龙轩 这次丧尸再次的一拳直接把刘峰轰进了墙里 强大冲击直接将墙壁开了一个缺口 这下让欧比连连接电源开门的事都少了 这是刘峰的耳边传来先前广播里的人生 哎呀 是你们来了呀